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一本书前面这个 这一段话是谁写的 我觉得这一本书的大小啊 做的才太棒了 说真的 又很好携带 然后又很好翻阅 尺寸 尺寸不错 然后整个哇 超美的 拿起来不会 这本是 那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自己主动找我的 嗯 他觉得我那个蒋慧水 刘真吉出版很久了嘛 嗯 对新的史料 又有新的啊 然后那一本又精装又厚重 对 那他希望能够普及啊 嗯 所以 他有这个构想啊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说真的 那我觉得刘真吉是因为他 比较大 所以他比较适合图片 哦 戏很小的地方 你都看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 那这个图片就会稍微可惜 所以这一本 他的影像就比那本要多很多了 因为当时我要跟他合作的时候 有谈到说希望能够 把出土的史料尽量找 嗯 找来跟他补充 这几年来 所以 史料出土非常大量 尤其杨造家 他的叫做溜兰居嘛 他在清水有一个 嗯 清水有一个 很漂亮的故居 很可惜的是说马路拓宽 把他整个拆掉啊 但是他的史料都有被保存下来 啊这个史料已经保存很久了 可是以前就是 没有被好好运用 嗯 不然他出版都没有 嗯 那他们做整个都提供到那个中央研究院 那中央研究院就把它数位化 数位化整个公开嘛 让人家申请能够应用 所以就有很大量的 然后 很多的 后代子孙啊 因为 我们这几年来 大家在做嘛 啊 包括你们也在宣传 尤其先生的那个精神嘛 很多人都知道说 基金会做到很多事情 嗯 所以都主动又拿出資料来给我们 嗯 啊像 哎 两年前嘛 大甲支部 那个杜湘国的后代啊 啊 他叫做吴子昌啊 嗯 嗯 他算是吴子昌啊 但是对妈妈的生 嗯嗯 嗯 对 他 他 他 哦 他妈妈叫他姓鸥的 他妈妈叫他姓鸥的 他就 他就 他就拿一批那个大甲支部 民众拿大甲支部整批啊 资料拿到我们这边来 他不单是大甲支部啊 因为 他 杜家在 那个 大甲 是旺族啊 嗯 以前震南宫都是他们当管理人 不是严勤表 嗯 嗯 嗯 算是他们做 他们阿宫 都是那个震南宫的管理人 他们做的叫做 杜青 杜青 真有名 那台湾第一个大甲帽 外销的就是他们阿宫 嗯 哦 啊 那时候 台中的口碰 要贴照 啊 他们 他们做 他们做叫做 杜青 他们做用鱼车哦 去把那个材料 都带回来大甲 带回来大甲 然后用那个材料 盖了他们的故具 嗯 嗯 啊 他们阿宫 他们做都是那个 参加小和文童 嗯 呃 李千亚国平 尤其先生 过早 他们的一举一数年 就参加这个童话会 嗯 就是林宪堂 哦 当时发起 是要把台湾人 变成日本人嘛 是 但是 可以取得权力嘛 然后暂时 我们就牺牲在他们下面 是 哎 但是可以拿到 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 不会被 视作二等国民 一准的参加 嗯 所以一准的史料 连童话会的史料 他都有 所以非常珍贵 啊 他又 呃 社交范围很广啊 所以又有一大批 那个交友 跟私有往来的信 都很珍贵 那一准我们提到 我们的用最高规格 跟他 用中央研究院等级的 那一种标准 来跟他出书 嗯 这这这这几年来 这个史料大量的出土 那 让大家能够在阅读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一个影像时代 嗯 夜多少 就好像 看到以前的样子 脑海里头 你就看得到那个影像 所以蛮震撼的 张老师我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小时候就知道 你的阿公 是谁吗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 因为我有看一些资料 你是 呃 本来是国小老师 然后国小老师退休之后 你才开始 研究 蒋味水 投入研究 蒋味水 这个工作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你小时候 你是对阿公是有印象的吗 哎 他过世20年我才出生了 嗯 1931嘛 对对对 那我1951嘛 所以我们两个事实上 没有没有交集 嗯 那我是在 书上认识他 那大家也知道 以前是一个经济的时代 嗯 像我现在买到蛮多的 那个史料 我自己花钱都买第一手史料 嗯 那我最近 像一个收藏家 这个收藏家非常好 他叫做陈博心 博就是博士的博 心就是康乃馨的心 那 以前我们在办展的时候 就曾经跟他 借过好多好多的 呃史料 就文化协会跟民众党的 那后来 他是把这些史料 陆续卖给了 台北市的那个文献馆 当我知道 他手上还有一点的时候 我就 赶快再跟他买下来 那这里面有两张照片 都是很珍贵 一张是台湾民党 啊1927年 5月的时候创立的 5月29号创立 他6月4号就被解散了 他等于是台湾民众党的前身 然后这一张照片很奇怪 就是你台湾民党 民党这两个字就被涂掉了 那我又跟他买到一张 台湾民众党嘉义支部 创立大会的合照 那台湾民众党 这这个民众党这三个字也是被涂掉 嗯 啊 想说这个照片涂掉 你你如果跟他仔细看照片啊 那个涂掉的部分啊 那个墨汁的痕迹啊 黑笔的痕迹 他们以前的照相都会 很重要的事情才会照相嘛 对 所以他都会有 特别去做一个解说嘛 嗯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解说在下面 对对对 照完相以后 照相本再跟你 把事件名称写在上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事件名称下面哦 他有渗透出来 就是有墨汁的痕迹在上面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 被涂掉 对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涂掉 是日本时代就涂掉了吗 还是威权时代被涂掉 啊 我的判断是威权时代 因为其他的照片都没有这样 那为什么 读读这两张照片会被涂掉 因为 因为陈伯欣这批史料其实都是 王忠林 他们家族流出来的 所以他一堆都是跟王忠林有关的 譬如说 王忠林 他们修备叫做王彩凡 他嫁给了台湾第一位 那个哲学博士叫做林茂生 啊他们的结婚照他就有 啊 还有那个王忠林 呃 有那个李茂生到东京去留学 那些那些合照都有啊 所以很明显 整个陈伯欣 他买到的这一批史料就是王忠林家族流出的来 那王忠林其实 他的家族 是蛮有 在台湾历史上是蛮蛮重要的 以及王德陆的后代啊 啊王忠林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时候 他有跟陈伯波去水上西场 代表那个嘉义市民啊 去谈判 啊大家都知道陈伯波就是 后来就是罹难了嘛 那王忠林大概是半条命回来了 就惊恐惊恐过度啊 可能这样他们家族啊 在那个年代 赶快把民党民众党 都涂掉 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 都不能有阻挡的这种思想嘛 是 我们以前也禁报纸嘛 禁止阻挡嘛 对 除非那个早期说 从 大陆那边过来的那些 还 那些洞 还可以 还可以允许继续存在 在台湾本土 你要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是不被允许的 那可能他 因为 历经了228 嗯 所以 怕 回来就把它吐掉 所以那年代来说 像 黄雄先生 他是 等于是说 他是第一 第一位把奖慰水写成专书的啦 是 是 啊 他在搜里面 他也 有那种 特别把影像带出来 说他要纪念奖慰水 他在宜蘭啊 纪念奖慰水 啊结果 申请的时候说不准了 内政部说不准了 说不可以 不可以 以前聚会 集会啊 还要跟警察局申请 要申请 警察局不晓得怎样怎样 跟他转转 然后后来内政部就发一个公文 说要纪念奖慰水 就要跟光务节奖进 不可以个别纪念 哈哈哈 这样 对啊 有有有这个 有这个何准涵啊 在在 华黄雄先生 他的 台湾孙中山 时报出版是刚出版的 大家去买来看 他上面就有这个影像 这个可能是民国 大概五六十年代 六十几年代 六十几年代 才有可能 然后 他说那我不能开 纪念会 那我就来用火口 可以吗 我摆火口 跟纪念说也不可以 啊 警察又穿去人家 把牧羞 没收他的传单 所以 所以在以前来讲是禁忌啊 所以 禁忌道理 我们自己都 都不太知道自己祖先的历史啊 只是知道 所以 家里有两堆工棒 那一堆是老乡的 送的 那叫做民族正气 啊 讲中认诵的 讲中认诵的 对对在我们那个书里面有 有一个有一个扁哦 是讲中认诵的 是他 1950年送的 嗯 另外一个是行政院送的 啊那个行政院送的更早 那上面写的是台北县 嗯 升台北县啊 对 上一阵 日本人跟早上没多久嘛 嗯嗯 啊 那一阵 那一阵 我记得刚才是 他现在民国三十六年了 1947了 1947 都还没有到台湾来 对 啊 那个时候是用行政院的名义 送了一个叫做自律中贞 哈 我们那个书里面也有 嗯 我就跟他知道 因为有两堆 但是到底做什么哈 我也不知道啦 啊 又 可能是因为魏水先生过世了 找 要家人家租的嘛 啊 都租的 全部都租的 对 啊 所以就不断搬家嘛 嗯 啊东西就掉掉掉掉掉掉掉 所以真正留下来 的东西是 呃也不多啦 就是留下一些 社会运动的照片 嗯 所以他本身 本身 这种 呃 使用过的东西什么 我们都很 很少 很难去找得到 很少 很少 哎 那家里对这个来讲 可能也是禁忌的 因为我们不是说光卫水 那走得走 我们家里事实上 我们的亲戚 多经历到 拜设恐怖跟二二八事件啊 啊 比如说 蒋卫川啊 蒋卫水的弟弟嘛 是 他是二二八通缉要换的 第一要换嘛 嗯 是啊 我还有一个 三个啊 叫做蒋石青 嗯 十二的十 青配的青 是 他在36个要换里头 他是排中间的 他 他也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 那个蒋卫川 他有组织一个叫做 台 呃 台湾民众协会 后来叫 改名叫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嘛 嗯 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组织叫做 台湾青年自治同盟 啊 台湾青年自治同盟 那当时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他们在 这个中战党开会的时候 那这个台湾 省自治青年同盟 他们也在中战党前面的广场 要求要高度自治 啊 也批判那个陈宇嘛 嗯 所以我们的政策也是变招劳嘛 嗯 啊那个年代很多人 都有左派思想 嗯 所以他也留下一些左派的书 也害了 那个 我们的故意兵 嗯 啊 然后有人会抓去 抓去管 抓了 他们的 带家 嗯 也有被 被前面逃的时候 书没带走 啊另外就是 我们 我们国庭啊 嗯 就是那个 钟浩东嘛 嗯 基隆中学的校长 有一个案子叫基隆中学案嘛 嗯 啊 基隆中学案就是 钟浩东这个案子啊 就他被 被 他等于是说 呃 被以这个 毁碟的身份啊 啊 在马场丁他是被 枪毙 枪毙 枪毙的 所以南博州有写一本 荒马车之歌嘛 那个侯孝勤有拍一部好男好女啊 就是他们的故事啊 哦 啊这个这个钟浩东不是光钟浩东 因为 钟浩东是取蒋碧玉啊 蒋碧玉是蒋卫水的义女嘛 对啊 是蒋卫水的 呃 呃最小的妹妹蒋花的女儿 啊因为蒋卫水没有女儿 对啊 所以就整个收他为义女嘛 义女啊 呈田蒋卫水的卢夫人 陈田 没生孩子嘛 所以丁余做事不怕 哦 啊啊 啊 蒋碧玉本来叫戴碧玉嘛 嗯 那他们戴家 有一些人就在基隆中学工作嘛 所以他们最后都有被 被征训了 嗯 甚至被判刑了 有的人还在立岛墩啊 嗯 都有这段 所以家的人就比较避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 真正要了解 就是黄黄雄先生 开始写蒋卫水的传记 出版之后 啊 那 透过他的书 我才知道说 哎原来他 呃 虽然生命那么短暂 但是做的事情是那么多啊 哦 要做的事情在 精力真的是旺盛 啊 发生时代就开始做小孩的运动 啊 做好新运动啊 那个时候就开始组织团体了啊 嗯 啊他 像他民众党旗下 公有总联门 他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四个团体 六十四个 对啊 六十四个 光一个 光有总联门下面 他就六十四个团体了 那个警察员哥是登的不是我讲的啊 嗯 他把每个团体都登出来啦 每个团体都出来 那准组织的话 像 像你们老板 那些年轻的 他们可以参加电源会啊 哈哈哈 整个说风筝的 啊 电源会 哦 电源会 有点像工会 工会 啊 光那个做茶的就有分好几种了 比如说 在包装第一 他就有一个包装茶的叫做 呃 秤茶套子工会 哦 啊 定这个茶香的啊 定茶香的他就有一个茶香工会 哦分好细哦 分这么细哦 那就是尽量让大家能够参加嘛 所以我看那个史料就说 秤茶套子工会啊 他们组织起来 他们加入工友总联嘛 然后他们在大安医院开会 啊 说 我们的薪水 一年哦 一年的薪水是35块到200块 嗯 就是说一年的薪水 最多人是200块 最多人35块 哎 有点可怜 哈哈哈 怎么说有点可怜 那个年代 你如果35块来说 你这个鸡鸡不够 不够3块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去住亚细亚大旅舍 一个晚上 吃晚餐跟早餐就要2块 哦 那等于他一个月薪水才住一个晚上 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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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于 贾定以我们现在标准来讲好的 三四千块嘛 嗯 因为他又不是豪华大饭店 搞不好只有两千多块 嗯 啊你听听说那时候的薪水 等于我们现在两千多块 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两万多块 是十倍 他们怎么生活 啊 所以他们当时就就说决定要去 拜访查商工会嘛 嗯 就希望他可以把他叫做薪资 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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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也成功了啊 所以当时他他组织很多工会 因为当时来讲是资本家的一个社会啊 嗯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资本主义哦 哦资本主义啊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最浓厚的年代 真的 不会 现在是 现在是更资本主义啊 那个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人 1920年代 其实他们受到 那个压迫 有好几层啊 第一层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 嗯 第二层就是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资本主义嘛 嗯 好 那第三层的话 譬如说 呃 第三层还有一个种族的压迫 嗯 种族的不平等 啊另外还有一个像女孩子还受到 父权的压迫 嗯 男女不平等 父权的压迫 所以他有 他有多重的压迫 以前一个一个种田的农夫啊 别人出的价钱如果 比你这个电农开的价要高 地主马上就是转给他了 他们完全没有 任何保障 工人也是一样 一个公安事故啊 一两个月就打发掉 所以都很可怜啊 在矿坑啊 放下来 一两个月就打发掉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制度说 可以保障 要保 要补偿他多少都完全没有 嘿 因为你要组织团体他们都 资方都很强势 嗯 譬如说台湾在日本时代最大的一个罢工事件 叫做前野扬灰啊 嗯 前野扬灰他在日本是很大的一家水泥公司 那看李春生到日本去 李春生是第一个去日本观光的 然后回来写邮寄的啊 因为 华山之际台湾第一任总督邀请他去嘛 嗯 他等于日本人进城 他有工嘛 嗯 他那个时候觉得台北城太乱了 嗯 希望日本之音进来 所以后来他们商量 李春生也有参加这个会议嘛 啊他后来又成立保粮局定义 负责维持治安 所以华山之际把他带到 带到日本 嗯啊 啊他当时就去看前野水泥公司 嗯 当当时就去参观 等于他是一个很指标性的公司 他就是 他后来到台湾来开设水泥公司 啊这个水泥公司就是现在的台泥 就等于战后就是现在台泥 当时曾经发生最大的罢工事件 就是在那个时候 持续了几十天啊 啊就是 就这个原因就是要往前推啊 往前推有个高雄铁工厂 高雄铁工厂就是后来的 这个唐榮铁工厂 是 那准就是 他要组工会啊 嗯 不准他们组啊 这两个公司都想组工会啊 职方就不让他们组 你组了我就要把你开除 嗯 跟现在其实差不多嘛 所以所以蒋卫水为什么会组织 刚刚我们讲的组织这个赛地的 嗯 因为你要打进他的那个大大厂哦 非常难啊 他都跟你耗 嗯 你罢工再久他都可以打赢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警察会介入 啊 警察会介入 而且你没有 而且他很强势 他就把你全部开除 你参加罢工了 我就把你全部开除 然后你继续抗争 继续抗争啊 你不让他去招募工人 然后警察就介入 到最后司法就介入 然后就判刑嘛 所以 所以有的成功了 哈 民间的哈 很有良心的 嗯 他就打赢了 啊你若 像我日本的主婚家 日本的日本家 他就很强势 他就很强势 惡灵造农事件也是这样啊 到最后就是司法介入 警察介入啊 你农人就是没那办法 嗯 对 要剥削到 到几点嘛 那有人说 放冠家 做农尾才能不肯定 爱说几个小就说几个小 嗯 嗯 啊 啊 啊 红星占多少 也是他决定 啊 做头做尾要扣掉多少公斤 也是他决定 啊 回料价格要卖多少 也是他决定 啊什么时候要采收 也是他决定 啊 農民 完全就是农奴嘛 嗯 就是认识宰割了 都是农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啊 嗯 对 就是这样子 那蒋渭水他 我们看了书以后才知道说 哦原来他 事实上他做这个社会运动的时间 真正要 要谈到他 医学校时代是做决生运动 嗯 那个是他读医学校五年嘛 那五年读完以后到19 20年11月那个时候他成立文化公司 啊就谢文达 在1920年9月回来 然后10月17号在枫园做的第一场飞行表演 啊10月30号 呃在台北南机场做的飞行表演之后 蒋渭水成立文化公司 这个时候已经来到1920了 那他 过世的时候是1931年8月5号嘛 那你要说起来 他这个时间哦 如果按一休理工人来这个文化公司算几 他是11年了 是啊 是11年还不到11年了 嗯 啊如果从文化学会成立来讲 呃 差不多10年了 嗯 啊可是他组织的团体就这么多 对他10年做好多事情 他光光 刚刚我讲是公有总联盟 那你还有文化协会 文化协会下面有很多团体啊 文化协会下面多少个团体 文化协会 他没有像公有总联盟说 那么多的工会组织啊 但是他的团体都很重要 是啊比如说 他当时成立一个叫做 呃 新台湾联盟 嗯 新台湾联盟 他他号称是第一个政治结社 嗯 因为文化协会是文化结社 对 文化协会是1921年10月17号成立 啊 啊这个新台湾联盟是隔年的10月17号成立 差一年 啊 啊这个这个新台湾联盟 他是就是研究台湾要改进的事项 然后用 用写文章或者演讲 来达成他的诉求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在春翁德义楼 在演讲 嗯 啊当时他发表那个一个叫广义的卫生论 就是在新台湾联盟的花卫席上 还有一个叫动摇时代的台湾 这两篇文章 有被刊登在台湾杂志上 那他们上面都有写说是在 新台湾联盟的那个席上 的演讲 嗯 啊 这个就是他 等于说文化协会只能做文化运动嘛 是 那你做政治运动会绑手绑脚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新台湾联盟 这个叫做政治结设 然后在隔年的7月 他又成立一个叫做台湾社会问题研究会 那这个是台湾第一个研究社会 社会 社会主义的 第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 好酷 当时社会 当时社会主义很敏感 嗯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他们 为什么那么向往社会主义 大家都一直把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 或者跟后来的这个高压的啊 像人民公社这种的共产主义 绑在一起错了 当时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有理想的 嗯嗯就是又很 很有同情心的人才会参加社会主义啊 很多人自己号称是无产青年啊 嗯 譬如说 我们这个台湾病院来说了哈 已经是那个法旗地区嘛 法旗场 法旗场 那法旗场的老板他叫做洪汝辉啊 洪汝辉啊 啊洪汝辉 后来就传给洪九江了 啊洪汝辉他有一个 有一个掌掌柜啊 啊有一个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共产党 就是他儿子啊翁哲生啊 翁哲生 他的爸爸叫翁摄氏 他爸爸叫翁摄氏 他们是那个 厦门人 嗯厦门人啊 啊 啊他爸爸是花旗场 你知道花旗场以前是台北 是数一数二的大厂 所以他们家很有钱啊 可是翁哲生他就号称是 无产青年啊 嗯嗯 哈他们是同情同情农人的 以前社会主义其实他们很向往那个 欧洲的那个 社会主义的制度 对啊 所以所以翁摄氏有这种思想啊 他也是有这种思想 所以翁摄氏 他是一直跟这个弱势者站在一起 嗯嗯嗯 他一直跟弱势者站在一起的 但其实他他本来 是医生嘛 他可以好好赚钱 对啊 他也酒劳的老板啊 酒劳的老板 保抄他也有股份啊 他本来就贪心 他 他感觉没酒 他一直在二年进行 根据史料 他卖的甘权老黄酒 是全台北市销量的三分之一啊 嗯 所以他赚很多的啊 赚很多的啊 像翁哲生刚刚我们讲的 他他就号称无产青年啊 嗯 所以那那个年代来讲 他们很很向往那一种公平 因为一准阶级的那个那个 待遇差太远了 贫富差距差太多了 我刚讲 就是等于资本家他一直有掌握 掌握身杀大权嘛 嗯 对不对 你今天地主 你高兴给谁种就给谁种 啊 啊 堂肠 他是划定区域的 你在这边种甘蔗 你不能说 哎隔壁的堂肠 价格比较好 我我把甘蔗卖给他 不行的 他是划定区域 就是你只能卖给这一家 但是价格 对啊 所以所以由他们自己去 自由新政嘛 去清那个嘛 嗯 所以蒋卫水他 他那个文化协会 之下他又组织这个 后来他就组织 台北青年会嘛 就是跟这个翁哲生 有关系啊 哦就翁哲生 他要不要收日本教育嘛 中学的时候不要收日本教育 就把他送到 厦门那边去读集美学校嘛 啊集美学校是一个 呃华侨 像厦门大学也是他坚拳盖的 嗯嗯 也是他坚拳盖的 他就去读他的学校 啊他回来 他是太平工学要毕业嘛 啊 中学到厦门去 他就故意在 这个 校友会上啊 他就用台语啊 他就用台语演讲 校长就说不行 啊他说我是台湾人 为什么不行 不能说台语 他就杠起来了 哈哈哈 他跟另外一个叫做洪朝宗的 啊洪朝宗的 洪朝宗的女儿也曾经来找过过 嗯 因为洪朝宗 他也是个共产党 嗯 翁哲生也是个共产党啊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跟 跟后来这人民公社的共产党是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嘿 那时候那时候 比较有一个社会主义说 我们当今这个农公阶层嘛 啊 那这个这个洪朝宗的女儿 他的名字叫做洪辉年 非常可怜 为什么他取这个名字 就是说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 所以呢 这一代的人很可怜 就像杨葵一样啊 杨葵他 他 他跟他的 子女起名叫杨之奔啊 资本主义崩坏啊 杨之奔 杨之奔啊 资本主义崩坏 崩坏啊 就是这样 你看连名字 他们的名字都这样取啊 这个洪辉年 趴在妈妈住着里头 就跟着妈妈入狱了 爸爸被抓 妈妈被抓 然后 妈妈手牵一个孩子 然后肚子又一个 一家四口人就 就拢了来啊 所以他会跟他取 取这个洪辉年啊 非常可怜的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真的是 那个那个那个阶层哦 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 所以有 有的人会站在洛耳这一边哈 那 蒋惠水后来就成立台北青年会嘛 就是因为洪朝中 嗯 在那边演讲 然后 跟校长起的冲突 然后来找蒋惠水 谈这个事情 嗯 蒋惠水说 这样啊 我刚好在组织青年会 因为他已经成立文化协会了 是 他在组织青年团体嘛 青年比较有热忱 热情的活动力啊 有热血 哎啊 蒋惠水就把事先准备好 那个警察言格字写的 官方的记录啊 就事先把那个 青年会的会址拿出来啊 就读给他们听啊 啊 洪朝中他们就加入了 嗯 警察言格是弄什么 啊加入可是呢 警察就说 啊你这个 你这个明明是写青年会 可是实际上 你是受文化协会在指导啊 就不给他成立啊 也没有给他合法通过 反正就不准 啊不准他们就改名叫做 台北青年体育会 哈哈哈哈 真的是真的是做体育哦 结果他们就在那个 太平国小的北边啊 啊 啊 就是太平国小的北边啊 北边就比较靠近民权西路啊 是 去租了一个一千坪的地啊 跟一个酱油工厂 啊 就真的盖了一个运动场啊 有跳跳远的沙坑 有标枪 有牵球 就他们叫做路上竞技大赛 然后他们就去参加那个 日本人在台湾办的这个 全岛路路上竞技大赛啊 也不会输给日本人啊 啊 那个那个蒋慧水在 入役的时候 他的弟弟来看他 他还在跟他谈这个体育场的进度 啊 所以台湾民报有 又刊登出来啊 啊 然后刊登他们跟日本比赛得 得得奖多少啊 得得奖什么 然后他们这个团体啊 都把他们的事务所就设在港丁文化讲座 所以他们跟文化协会是关系密切的 后来他们又 又另外要成立一个 读书会 嗯 以前读书会很敏感啊 读书会都会被 当做共产主义啊 战后也是这样 战后你只要组织 读书会就被抓走了 对对对 所以很多 很多年轻人家不知道 读书会就变成那个政治犯了 是228有蛮多也是读书会 蛮多读书会 结果他组织读书会 警察当然很敏感 读书会 因为日本时代读书会就是 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 他就很敏感 蒋慧水跟陈田都是哦 都是会员哦 张国军也是会员哦 然后他们怎么开会呢 他们就说哎 今天是中秋 我们做一只银子 注意烧船 我们来淡水河中间赏乐 然后就在淡水河中间 就开创立大会 哇好浪漫哦 哇塞 听起来好酷哦 警察就这样记录啊 警察就有记录啊 好浪漫哦 假借这个赏乐之名 对然后在船上 读书会放立创立大会 哇这个听起来好棒啊 好浪漫哦 开船去淡水河中间 这是阿修行为吧 所以警察没办法取缔啊 警察也不知道他们会啊 对啊 那一定是事后 知道知道这个消息啊 所以文化协会也是蛮多的这种 这种团体还有妇女的啊什么 哎 共立会啊 共同 共同 激励自己的共立会 像万华也有蒙甲共立会嘛 有也有那个 文化协会有很多的独报社 很很就在就在全台湾各地 他蛮多团体的 蛮多 自己后来在地方上成立 但是是属于文化协会 但是不是说蒋卫水直接创立啦 那像刚刚我讲的像这个 呃 新台湾联盟啊 台湾社会问题研究会 台北青年会 台北青年读书会 台北青年体育会 另外一个团体很重要 叫做台湾议会 启程同盟会 嗯嗯 台湾议会启程同盟会就是说 台湾的总督是 我常讲说台湾总督是全世界 权力最大的总督啦 我们的总督他有立法权 有司法权 也有那个行政权 对 然后呢甚至于 早期刚过来的时候还有军事权 嗯啊 那总督认为说 台湾跟日本的民情不一样吗 他把我们当作比较野蛮啊 啊 然后又又常常讲说台湾狼三年那个 一小乱嘛 五年一大凡嘛 哈 就就就有有这种有这种的一个说法 所以他就跟帝国 议会提出来 就第一任总督华山之计啊 他就提出来 他说日本的法律不见得适用于台湾 因为民情不同啊 是 然后这边常常有紧急状况 要立法都来不及啊 嗯啊 很多新的制度 你必须要去建立他 对 很多法令可能要针对台湾的特殊民情 所以他希望帝国议会 给他一个 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他可以自己立法 他说了算 对他可以自己有立法权 结果帝国议会同意了啊 所以他他这个权利叫做律令啊 嗯 律令就是说他可以先用命令来代替法律 用命令就直接不用经过 所以我们有什么台湾鸦片令啊 啊 保甲条例啊 台湾鸦片令啊 像这种的就是他事先公告 公告以后他送给拓子大臣 拓子大臣是管殖民地的嘛 嗯 然后拓子大臣不是要把他送给天皇裁结 啊天皇如果认可 他这一条就变成法律了 嗯 那如果不认可他这一条 就作会 嗯 所以他就立了蛮多很奇怪的 但是他这个先立的法就 这个命令他就可以先开始执行了 对啊 对他先开始执行 不管到天皇最后 后来才追溯 对对对 而且他是 形式上有一个叫做总督评议会了 嗯 但是平议会的平议员都是他指定的嘛 所以他们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嘛 嗯 所以他们他们当时一直在反对说 这个总督平议会啊 他们认为要有一个立法院 然后这个立法院 而且当时他们就提倡普选啊 嗯 啊 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做他们是一个很 嗯 民族立宪的国家 其实他须有起表 嗯 明治维新之后啊 虽然说公告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嗯 可是日本整个朝政啊 都是被军 都是被反罚 那如果说台队来说就是军阀把持啊 这些反罚就是像撒谋啊 啊 啊徒左番啊 啊 回前番啊 啊那个长州番人家的 都他们在掌权嘛 因为他们 讨伐幕府 然后 把这个大政 奉还给那个明治天皇嘛 嗯 所以他们都有功劳啊 军阀割据 等于内阁都是他们在轮的 啊 尤其是薩摩凡跟这个长州番 对对 这两个 这两个 都长期在保持那个日本的朝政 所以有人 有有比较属于自由派的 嗯 就说他们是躲在天皇的背后 发射子弹的 嗯 啊 所以日本为什么金国主义会那么强 就是他们加持着天皇啊 他们的地方势力是非常强 而且他们的 虽然说名义上有什么贵族院啊 众议院啊 可是都没有改选啊 嗯 都没有改选啊 也是有百年国会的问题 对 所以他们也在 从事普选运动啊 所以我们台湾 那时候就说要成立那个 自己的立法院 然后提出普选 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是很进步 嗯 日本的众议院的改选 好像要到1926才开始14哎 嗯 那我们那个议会请愿运动 是在1921年就第一次议会请愿了 嗯嗯 而且我们就提出说普选啊 所谓的普选就说 你满一定的联赢 然后没有财产的限制嘛 嗯 而且不分男女 你就可以投票 也不分你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 立场投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 这种殖民地 我们的思想不会输给日本啊 日本你看 他虽然号称他大日本帝国兴啊 可是都这样啊 尤其那个日本的贵族院 什么时候才改选呢 麦克阿瑟占领了日本以后 强迫他改选 嗯 贵族院都是谁 黄族嘛 华族 贵族组成的 嗯 所谓的 黄族就是天皇的那个 啊 底下的啊 啊 贵族就是就是那一些 那个环华嘛 嗯 啊 那华族就是捐权嘛 我大企业家我捐权 我买官位 组成的他从来不改选 所以我们算是我们很进步啊 啊 一准奖卫水他们就组织台湾议会 其实那么会 会不会是日本人学那个奖卫水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模仿 哈哈哈 他们很早就在做 也也也很早有人在从事啊 也有人在从事 有人在阻挡嘛 塔丹公園的童话会 那个版言退注就是 当时 当时他就一直在推动也要普选 所以我们可以说 那两三公 那个时候我们就 就也提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会落给日本太 太那个 他民间也在提 我们也在提啊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日本也到 到了那个1926 26 好像26 还是27才开始改选了 改选那个 而且只改选众议院啊 嗯 啊整个改选平民的议院啊 不是贵族议院 哎 突然觉得我们很先进 哈哈哈 那个年代本来他们的思想就很先进 我觉得我其实 你看那个台湾民众党 台湾共和总统 那那提出来的 有的都我们最近才实施的 国家赔偿法就是我们才实施多少 多久 我们实施没有多久 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国家赔偿法 嗯 嗯 因为你准备理性要保障这些 弱势的 嗯 弱势的 嗯 我觉得其实当年的 像在那个蒋渭水那个年代啊 那个其实思想是很进步的 嗯 非常前卫的 就是他他有 跟世界接轨 他们有看很多国外的消息啊 然后包含这个 像国外在流行什么 他们都会一直想要很很很很很 很强烈的欲望要去 跟这个世界接轨 接轨 嗯 可以感受得到 我刚刚写临床讲义这一篇 一百年来 你知道 整个国家没什么变过 我就觉得 这两天 对啊 孙生昌还在提这个啊 对对对 我也看到 嗯 昨天不是有文学奖章的颁奖 他也提嘛 那一天 台湾文学馆的升格 嗯 他也在提这个 你说临床讲义吗 他也在提这个 对对对 老师我想问你 像当年呃 讲卫水基金会是 十 十五六年前成立的吗 2006年 2006年 大概十五六年 对 当年你在成立这个基金会的时候 那时候 蒋卫水红吗 蒋卫水会开始红啊 应该是说在2001年啊 嗯 2001年就开始红 2001年才开始红啊 2001年之前就是民间只能 默默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啊 就是像 黄黄熊啊 他到蒋卫水墓园 他们都还会特地拍摄 特地拍摄 那像王小坡是一个同派的 他也在蒋卫水墓园 嗯嗯 那上面写着民众党创党60周年 他们就在那边 开机联会 那那上面可以看到 杨祖军 嗯 啊 王小坡他们 还有 温阿沟 蒋碧 也也在那上面 那等于说说不分这个 左派右派啦 嗯 啊 或者说在戒严时期 党外的运动 其实 蒋卫水就是一个看板啊 嗯 就他们的诉求 像 康宁祥啊 嗯 康宁祥非常喜欢竞选的时候 讲台湾历史 嗯 那讲台湾历史他就一定会讲到 蒋卫水 嗯 然后康宁祥的竞选的传单上面都会写 前台湾民众党 主干陈其昌 嗯 啊 前台湾文化协会 呃 什么职位的什么人 然后跟他签名 嗯嗯 他的传单是这样哦 嗯 我有我有收集哦 像那个郭大炮郭国基啊 他就一定会写说 他是台湾民众党党员 他是文化协会会员 那真的哦 嗯 他真的是文化协会会员哦 民众党党员 他也是台湾新民会更早 台湾新民会的那个 那个 成员啊 他的他的竞选的那个资历表上 都会写哦 那郭国基发行的这个一个叫民主 民民主啊 民主化刊 他的封面上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旗 然后 蒋卫水的路易日记的大标题就落在那边啊 然后就写说 日本是来我们就在做董啊 是不是 我们就在阻挡 他他那个那个竞选的那个化刊 化册啊 化刊 他叫化刊民主化刊 啊 所以他是虽然说 像刚刚我们讲的我们 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的祖先到底做过什么事 后来才看书才知道 是 但是党外运动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一个浮流啊 就在下面已经在滚烫了 嗯 那2001年的时候 哎哎 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被提名 那个民进党啊 总统候选人 对 他被提名了那一天的演说 他就特别提到说 蒋卫水公同胞系团结团结 真的而已啊 哦 他那个时候就这样 所以隔年他执政了嘛 是执政了 那个那个时候国使馆的馆长叫做 张延宪 张延宪很可惜啊 啊 他一年早逝啊 那他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突然心脏病 可能是心肌梗涉就这走掉 那他当国使馆馆长 那另外有一位刘丰松啊 是他的那个 呃秘书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策划 那一年刚好是文化协会80周年 然后也是蒋卫水事事70周年 所以那个整年都在纪念这两个 嗯就非常的庞大 那个时候号召所有的民间团体 所以那个时候包括义美在内 有30几个团体 一起来参与这个文化协会80周年的纪念 然后从5月 从5月的开明罗 敲罗开始啊 敲罗 阿拼就来了啦 阿拼就来了 然后蒋卫水 事事今天日8月5号嘛 他也来了 他到了那个台大医学院啊 在台大医学院举办嘛 然后10月17号阿拼到义美 嗯 来那边看那个 大医学院的紫搜牌 紫搜牌 然后他到进修女中 那天晚上到进修女中 去参加文化协会纪录片的 发表会 定义说港亚一年总统就来三次了 嗯 那那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例子的 就变成 哎以后文化协会如果比较大的 纪念日总统通常都很重视啊 嗯啊 所以2001年11年的时候 就马英九在进修女中嘛 那今年来讲是文化协会100周年嘛 啊 那100周年刚好碰到疫情 可是中央我们可以看到 到现在还是很盛大在纪念 到现在还没纪念完啊 嗯哈哈哈 像昨天文学奖章啊 特别为文学100年设的文学奖章 对对对对对 那文学奖章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我们都奖励那个 生业家啦 啊 画家啦 舞蹈家 艺术家 可是现在我要奖励的是 像蒋惠水他们那一群 默默在后面推动文化的人 嗯 就说那一些 呃等于说 他他自己不是表演者 可是他是 在提升台湾文化运动 有有有 所以他有看到名单 特别设立的这个哈 还挑选了什么文学 文化协会相关的景点100个 啊 就很多很多的活动到现在都 还还在举办啊 对 还没有结束 我在想说 文化协会100年应该是说 从 呃 2021年的10月17号到隔年 2022年的10月16号 其实都叫做文学100年 所以现在我还在 在 在积极的在在 争取哈 就说希望有一个文学百年的 纪念物把它把它留下来 是 那就从2001年开始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他开始 形成一股 纪念文化协会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等于说一个起点正式的 官方开始举办的起点 以前都是民间啊 是 从官方 那这个当然也刺激到我了 就刺激到我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啊 说啊都 不快做 这些东西可能都不见了 嗯 所以我 我那个时候受到刺激以后 我就开始 买买史料了 然后开始研究 啊 那 那 当然这个也遇到蛮多的贵人的帮助 啊 啊 我在2003年的时候 我就办了一个展 叫做台湾民众党 特展 这个大概是 第一次有人办台湾民众党特展 嗯嗯嗯 那 那 借着这个特展 我就认识了很多民间的收藏家 然后开始慢慢的爬书研究 这样就一路走来 那 现在 我我应该出版的书 或者包括复刻的书 应该十几本了 嗯 尤其我们基金会 对于 复刻出版啊 这这方面 我们非常自傲 复刻就是 我们买到原版书 那个年代的原版书 但是我们 用电脑把他scan 嗯 然后消除杂斑 嗯 然后颜貌呈现 嗯 这个就 就说第一手史料 它的珍贵就在这里啊 是 史料自己会修法 因为后人会给他做了很多的一个 自己的想法的注解 是 嗯 但是这个是颜貌 颜貌就让人家去研究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原本的样子 包含当年的这个字形啊 字体啊 纸张啊什么那种 大家都会去看嘛 对对对 细节 就说有有时候很幸运啊 像我们这样在找的时候 很多很珍贵的 文献史料 他自己就跳出来了 嗯 譬如说蒋惠水全集啊 啊 蒋惠水全集 只剩下两本在民间 嗯 那一本后来被捐到的 中央研究院去 那另外一本是在 台湾一个收藏家叫龙龙松 他的手里 他呛书 在捐给那个 中央研究院之前啊 就是代国会的 夫人代国会他是 以前也是黑名单的 他在日本啊 没得到台湾 啊但是他都在买台湾的那个 文献史料 再贵他也买 啊所以这边的老书店啊 卖旧书的都会把它整理好 然后 开单子给他 然后问他要不要他要 把他的紙箱寄过去 哎 结果这两本蒋惠水全集当中 有一本居然被他买去了 嗯 啊买去了后来他过世了 他已经回到台湾来了 后来黑名单解除了 哦 那我们在一个纪念会上碰到他太太 他太太叫林财美 啊我们当时就说哎 你可以不可以饮饮一份给我 很重要 然后就饮饮给我们 那么一看哇 文化协会创立经过都在里头 哇就等于10月17号那一天 蒋惠水在进修林中 做了什么事 他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在上面 文化协会创立报告 然后另外一篇是文化协会专务理事 就任支持 你看这两篇 这两篇都没有出 没有出土过的突然跑出来了 就让我们真的是很震撼 然后后来 我们一个机缘 去认识了一位收藏家 这位收藏家 我们也非常感人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高中生 他就开始在古顶街买文献 哈哈哈哈 高中生 他读复兴美工 他现在还在作画 他常常把吃午餐的钱省下来 他就在 就在古顶街买文献 他很可惜 我们那个时候不晓得去买 给他买到文化协会的汇报 哇塞 第四号文化协会的汇报 是蒋渭水 担任发行人 一共是8号 等于他两年 他是季刊嘛 两年发行两年8号 这个因为文化协会 按照出版法的规定 他里面不能谈 实事 不能谈实事 所以他常常被禁 是 听起来就更紧 那8号 到目前为止 如果以文化协会的汇报来讲 他是 每个汇报都可以拿到一号 都可以拿到一本 那如果 如果以这样来算的话 那他将近发行的大概有一万份 就是一万册 因为他肺炎最多的时候是 一千三百多 那被打压的时候是 六七百 那甲丁我们 我们这样的平均来算的话 他大概有发行 甲丁每一期都发行一千册好了 那他有八千册 可是目前只看到两册 一个是第三号 一个第十号 那第三号是被一个死学家 他叫做郭婷宇很有名的死学家 嗯啊 他 中央研究人给他成立一个图书馆 叫郭婷宇图书馆 他有第三号 那第四号呢 是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一位叫蔡昌龙先生 他读 护星美工的时候 他中午就去 就省下中午的那个午餐前啊 就就去古领街去买这些 给他买到 真的 他买到我们间接从庄永明老师那边 听到说 那个人曾经拿给他看 结果我们基金会那个黄姓章先生啊 他后来是研究蒋卫水德拉博士的 他他在他他那个时候 呃 有一次在彰化跟他碰碰面了 碰面了 他就说哎 庄老师说你有这个文化学的汇报啊 啊可以不可以兼给我们基金会 啊结果他很爽快 他就捐了 捐了那像我们基金会来讲 我刚刚讲说我们复刻我们很自奥嘛 对我们就是这样得来 在不义的史料像蒋卫水全集 还有这个文化协会汇报 我们就跟他复刻出版 嗯我们就跟他复刻出版 那这个这个文化协会汇报 我们跟他复刻出版里面有什么呢 很可惜啊就是没有那个 就等于说前面 那个那个花刊池 创刊号 嗯对不不见了嘛 所以你也不知道创刊号要讲什么 对对不对 那蒋卫水的这个 刚刚我讲的那两篇文章 可能会登在第一号 嗯 不过没有关系 全集跑出来了 对对对 啊 可是无海水到底讲了什么话 因为无海水那天有讲话 他那一天是学生代表啊 是 只有后来我们就在这个文化协会的 汇报里头就看到无海水的 致辞 嗯看看看 那个文化协会创立大会 他的致辞 嗯啊 所以这个好像很玄啊 啊另外 就是这个汇报里头 居然跑出那个贺川风宴 哦 贺川风宴 到台湾来跟蒋卫水 合照 嗯嗯嗯 这个这个照片 居然连贺川的纪念馆都没有 贺川在日本哦 非常有名气哦 是是是 他战后 曾经三次被 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嗯但是没有被选上 嗯但是表示他是一个非常 那种崇敬的 非常重要的 但是贺川风宴 今天的纪念馆 居然没有这一张照片 因为我们把这个书 送给一位到我们基金委来 访问的日本学者 他看到这一本书以后 他就把这个影像 提供给贺川 贺川纪念馆说他们不知道 给贺川纪念馆他们说不知道 哦 这还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 啊像这个书 他会说话 我常讲说历史 会说话 因为写书的人 纵使他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他常常也会记错 像我们有收集到 梁嘉森 嗯啊 他他写的那个回忆录 是 里面就把年代都搞错 甚至于把社团的名称会搞错 嗯 这难免 这个是 他们到年纪大的时候来写 常常就会搞错 是是是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书 像台湾民族运动史 这个是等于是台湾 研究1920年代的圣经 嗯 研究台湾1920年代圣经有两本 一本叫做台湾总督务 警察言格制 但是这个是官方的观点 嗯 但是官方的观点还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说他如果他如果记录你的 言行的时候 他会 完全完全不改 把你的言行全部记录下来 哈哈哈 所以是相对是可靠的 然后后面再给你批判 哈哈哈 他就说哎 你讲这个话 有言稿 有言稿 对有言稿 你讲这一句话 代表你的心里面是什么 他在后面就会就会批判 啊 啊 可是 可是传单什么 如果你找到传单 你跟那一对 全部都一模一样 他官方 他官方的记录就有这个好处 虽然他是殖民统治者的观点 这是一本圣经啊 另外一本就是 呃 就叶隆忠当时他写的 台湾民族运动史 啊 不过这本书很多的根据是 台湾总督警察有个字来了哈 但是他也有那个一些 呃 他亲身经历过 还有 他收集到的 那他里面就提到说 哎 当时文化协会创立的时候 是贺川红院来到台湾 然后 有一些年轻人去找贺川红院谈 贺川红院告诉他们说 一个一流的民族要有一流的文化 啊 所以你们要建立自己的特色的这个 台湾文化 所以他们就来找蒋卫水 就说我们要成立一个 呃 青年团体 然后蒋卫水说 这个团体太小 啊 我们应该做一个更大的 荣纳各方的叫台湾文化协会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汇报一出版就推翻掉了 嗯 为什么 因为汇报上面登的是贺川到台湾来 是1922年啊 嗯 文化协会是1921年就创立了 嗯嗯 对不对 对时间对不上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怎么会说 他跟他谈文化 他去要组织青年会 他又来跟他谈 然后他说提议要成立文化协会 这个不是都非常矛盾吗 嗯对啊 所以史料自己会说话了 史料自己会说话了 我常常这样讲就是说 尤其我们后代在做自己的祖先哈 我们要秉持很客观 你要有证据你才说话 不然人家会给你电啦 嗯哈哈哈哈哈 会给你电 对对对 真的 现在的 现在的有一些人他 研究的蛮细的 像我们的志工里面有老师 哦 他讨论到非常非常的细 他们看了大量的这个网路上的史料 然后 把他过滤 然后哦 常常在考我 哈哈哈 他比我还用功了 嗯 那那我就是从这个第一手史料 我就发现很多盲点 嗯 我一直在想说 那那个创刊号 你觉得还在不在 啊 所以我现在拼命在找啊 我我我希望说 日本国外图书馆会不会有啊 美国国外图书馆会不会有 我很寄望这个 这个因为王永庆的女婿啊 叫简明人啊 大众电脑公司的董事长 是他是那个剪辑的儿子啊 吉祥的吉 哦哦 那台湾农民运动的领袖 哦 他们在日本的拓制大学啊 找了一批 谁要回来 嗯嗯嗯 那还有我们的 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馆 曾经编过预算 请人到日本去找了一批 谁要回来 但是没有找到文化协会的汇报 嗯 就其他六号还没出土啊 对啊 我常讲说这六号出土啊 会改写台湾的历史 有可能的 比方说我们说 谁是第一个写小说的 嗯 谁是第一个写新诗的 我们常常会说台湾杂志嘛 对 对台湾杂志上面的那个追封嘛 追封就是蒋渭水的同志叫谢春木 嗯 所以他是第一个写 小说的啊 就他往何处去啊 另外他第一个写这个新诗的 嗯 但是台湾杂志是在 台湾文化协会 汇报发行之后 之后才有 然后有重叠 有时间上有重叠 但是文化协会比他早 发行汇报 对啊 那我发现那个文化协会 因为刚刚我们谈到文化协会不是被禁止说你不能谈实事 是 所以他就会鼓励文艺创作啊 嗯嗯嗯 啊 所以我有看到那个第三号第四号里头就有转载那个欧洲的诗人很有名诗人叫白朗明的诗了 嗯嗯嗯 也也转载那个俄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也是诗人 他他是一个一个世界语的 还有无政无主义者啊 所以他到了日本 也是被驱逐啊 他先到印度也是被驱逐 然后到日本也是被驱逐 后来呢 鲁迅欢迎他他就 来到来到那个北京就跟鲁迅在一起 那他的他有一篇很好的一个写印度的写他在印度 然后然后对印度的那种种姓制度啊 嗯他写了一篇很感人的小说 嗯用老虎的眼睛来看这个世俗的人 嗯那他的这一篇文章在汇报里头就被登出来 所以他一定会震撼震撼台湾人去写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台湾杂志上很多小说 其实很明显就受到他的影响 嗯因为他这个小说里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这一只老虎 啊他后来想把那个 龙中的金释却放出来 可是无论他怎么播那个金释却就是不肯会出来 嗯嗯嗯 他跟他讲说外面很自由 他就是不相信他 嗯就被关久了 金鱼缸也是啊 他想把金鱼缸里面的金鱼放掉 金鱼就是由来由来就是不肯出来 就你你你被关久了 你会觉得外面太危险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台湾杂志上 他有一篇小说 他就说神秘的自治导 自治导 他也有一点讽刺当时那个很迷信的宗教信仰 嗯嗯嗯 那你以前不是说 神明要 要出寸的时候 有人都自己扮那个什么 瘦啊 枷锁 枷锁 表示说 他是罪人啊 对对对对 他这个神秘的自治导就说 有一个自治导的人啊 就说那个那个作者他在他在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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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梦到他来到这个这个这个岛 那这个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枷锁 嗯 然后都觉得 对这个枷锁很珍惜很满意啊 嗯 他就问说 那为什么你们 那大家人都这样啊 他说你不知道这是宝贝呢 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的主人送给我们的宝贝 让我们很很安全的 我觉得这一段实在太棒了 让我们感觉非常安全 哈哈哈 你说拿掉以后就会觉得不安全 而且我们这个要很努力的工作 哈哈哈 他才会有这个 饿了 不知道吃饭 要工作 不知道累 要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恩使 哇 然后他就问他说 哎 啊你的主人为什么不带呢 他们为什么要带 他们等着我们奉养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当时就有这样的小说 也是也是 这段非常非常讽刺的这个 我觉得反映到现在也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台湾杂志 啊 啊台湾文化协会报上面 他有一篇小说也是啊 就说有两个留学生啊 啊新年的时候呢 啊走在东京街上 啊就看到一匹老马 啊那老马的身上就 很多的牛肉 啊就他要载这个牛肉到别的地方去嘛 啊那个风险当中 啊这个马又瘦 然后刚好有两个日本人走过 这个马就踹他一脚 突然踹他一脚 结果主人看到了就拿鞭子 一直边打一直边打一直边打 啊两人在谈话说哎 这匹马 这个主人这样打他 好像我们 曾经相似的情景 什么情景 啊台湾的警察在打人 嗯嗯嗯 啊他就他就有这个联想 啊两个在那边谈这个说哎 为什么 台湾的警察那么喜欢打台湾人 是台湾人无知呢 还是还是 还是不知道是这个这个 自己有这种这种权力啊 人权什么 那样的两个在那边对话 啊可是两个又觉得 我们虽然谈了这么大多大道理啊 我们是留学生 可是我们好像又是没有什么作为 嗯嗯 他他有一篇叫做可怕的沉默 嗯 可怕的沉默 题目叫可怕的沉默 就是说你讲那么多啊 但是你 什么都没做 都没做啊 到最后你还是好像沉默一样啊 嗯 像文化协会的汇报里头就已经 已经有了 我说这篇已经 有一点接近那种 哎 讽刺预言性的啊 他 他再进一步 他就可能就小说了 因为这篇刊登的时候是 我刚讲文化协会3号跟4号嘛 嗯 那这篇刊登是3号嘛 嗯啊 啊如果你如果像4号他又有转载 刚刚我讲的那个那个霞的龙 他叫霞的龙就如性欢义的啊 霞的龙啊啊啊 如果再这样往下的话 可能第4号 第5号第6号第7号应该会有小说啊 新诗 因为他有提倡 有有 而且我看他们写的那个古典诗啊 都是在谈新思想的古典诗 嗯嗯嗯 这虽然他用古典诗哦 可是他在鼓唱新 已经在鼓励新思想 所以他们应该很容易就接受 新诗 新诗 因为文化协会有转载 我刚刚讲的转载 世界的知名的小说跟新诗 嗯 这个都还有在进一步 让他出土来发掘 嗯 会让这个时代更精彩 都会很 那个当年他应该都是很精彩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回去看应该 很多东西听起来都还是 走在很前面的 他走在很前面啊 在那个年代就有这样子的 写出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走在很前面 我们有一次看到因为呃他在 大安医院的一楼 有做过44场的那个通俗演讲 不是大安医院应该是说在那个港丁文化讲座 港丁文化讲座 对就是贵德街港丁文化 对但是他是在那个台湾民报里面 他他都会有一些广告什么题目 他把它排出来先把它排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看到 我说哇 拍出砧板啊 对啊 我说哇那个题目 而且主题也很丰富啊 哦 哇那个题目 那个题目我们看就哇 这个是很 性之研究 对他其实讲的很前面哦 对对啊 那个性 性之研究 心灵的健康啊什么 对 其实其实他性之研究不是光研究性啊 最重要是在谈 谈那个 呃计划生意啊 嗯 因为因为当时很多人啊 他生的起养不起的 有一张照片你看到 你会觉得更震撼 就是最近才出土的 这张研究员有一本叫做视觉台湾 嗯 视觉台湾 视觉台湾 这个呢是在日本的一个 仓库里面找到的 这个里面的史料啊 他是当时那个 哎 日本那个东京的一个新闻社 本社在东京的一个新闻社 他在台湾的一个 之举啊 他拍了很多台湾的照片 那蒋渭水的大恩宴就是一个一个地标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蒋渭水的大恩宴的街景嘛 嗯 还有他的窗户的一楼也是地标嘛 对 后来说都都曾经出现在这个 书上啊 那这一本呢 他就出土了文化书局啊 文化书局前面 有一个例期啊 上面写说 台湾性学研究中心啊 嗯 他就是为什么他会写这个 日本有一个叫做三本仙志啊 登山的山 嗯 本来的本啊 宣传的宣 那个 明治天皇的志 嗯 他是他是一个日本的劳农运动者 他当时就是有 劳农运动者 对他当时就是有感于 日本的那个农村啊 很多人 你知道日本 他是很严重的一个人口膨胀 所以日本后来为什么会侵略 他养不起这些人啊 他的生产不够 生产不够 啊 啊 啊 龙人也是养不起啊 养不起女儿怎样 送到烟花巷啊 所以日本很多很多游阔啊 有个就是花界的有象 就是这些农村的女孩子啊 嗯 那男的就去做做做那种奴工啊 啊 做奴工啊 譬如说冬天的时候去采房 去去坐船出去去抓螃蟹啊 卸工船啊 这种故事啊 所以他当时就是有感于 这个很多很多 生的起养不起教育不起 所以应该要提倡计划生产 不是优生学了 优生学当然优胜劣败 他不是 他是说计划生产 不要不要生超过你自己 那个 这个人很伟大 他是唯一敢在日本帝国议会 反对自安维持法的 自安维持法 刑划非常重 他专门针对社会运动 就说你 反对天皇的体制 然后你不赞成 自有财产 就等于他对共产主义是蛮 蛮严酷的了 他就可以处死刑了 自安维持法是处十年 然后后来修订就是死刑 后来再修订就是死刑 那唯一敢在日本的 他是民间选出来的议员啊 就是众议院的议员 唯一敢在众议院领头 跟人家唱完调的就是他 嗯 结果呢 他就在马路上就被 幼义分子刺杀死掉 他要死之前 他一直拉着那个人的衣服不放 这个人很伟大 嗯 所以他过世的时候 他的同志跟他举行劳聋仗 嗯 蒋卫水是举行大众仗 对对对 他是举行劳聋仗 哎 啊 所以这个人也很伟大 嗯 所以蒋卫水等于在宣传他的思想 哦 宣传他的思想 哎 了解 所以你看到那个性的研究啊 不是谈 谈性解放啊 那个性应该指说 女孩子也不要被 被压抑啊 嗯 啊那 也也 刚刚说生理的需求 也不被过分压抑 还有最重要在谈什么 谈卫生保健 嗯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那个 施俗清 他有一本小说叫 三 三世人啊 嗯 里面就说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啊 连 月事来的他都不晓得 嗯 那个是 生理现象 他们会认为那个很肮脏 嗯 他们会认为很肮脏 他那小说里头描写说 有一个养女啊 他就只有一条内裤 啊那个来的他怎么办 那跑到荒郊野外去啊 没有人的地方去洗 然后再把他穿在身上 这等于 养女在那个年代也是 没有地位嘛 那一方面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生理现象 他一直认为他很不接近 所以他就拼命洗 拼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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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不接的东西洗掉 当当时的那个基础的 卫生观念还没有非常发达了 所以蒋卫水是第一个在报纸上 开辟那个女性的卫生讲座的 嗯 也是蛮先进的 哦 但那里面他还有 还有一个题目跟爱有关的 他他好像讲蛮多 就是情感方面的 还有什么 形式上的婚姻啊 哦哦 形式上的 形式婚姻当时很提倡 对对对 那你只能说 假装几个生 几个多少生 哎 刚在做婚姻买卖 所以那个那个年代的那个 演讲题目是蛮先进 蛮先进 我觉得他在改革很多 对社会的观念啊 还有很多 包含他除了呃 在讲这个 身体的卫生观念以外 他很多讲心理的卫生 对对对 全方位的要这个 全方面了 哲学也有 科学也有 很多有啦 对那个那个那个 那那个报纸整篇都是他们预定要办的这个讲座 还有一个恋爱论 哈哈哈 是啊 他提倡自由恋爱 在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女孩子要被人家当做货物啊 嗯 有一句话说 啊你第三国路 比起来 啊你会骗现在多少 啊你如果说好比起来 你骗现在多少 啊那用协力在论啊 哦 这婚姻式买卖 所以蒋惠水他 你看那个蒋惠水 他那个那个木骨沉中里头 他有一天他很感慨啊他说他好不容易啊 这这个人我还去拜托他的后代啊 啊他好不容易说介绍一个从东京回来的留学生 跟台湾这个进修理中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哈 他就是蔡先瑜吧 蔡先瑜后来就是考上律师的 他是留学那个日本的 那这个 他他的他的太太是那个进修理中毕业 他叫做李琴勞的琴 他是进修理中台湾学生第一号 编号是第一号的001 001 然后他也是第一位 第一位进到总督府去担任那种 他在电信局里面工作的 哦 的那个等于是女性啊 哦 职业妇女啊 职业妇女 对对对 啊他跟他介绍结婚 要他们两个不要有这种形式上的这个聘金 啊 这这这种这种还文入节了 结果后来女方还是要求 哈哈哈 所以他就很感慨啊 他说我好不容易啊 哈哈哈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刚您 您讲的那个文化协会的汇报里头 啊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提倡那个 新式的那个婚姻啊 对啊 而且说就是要自由恋爱结婚 然后两情相悦 啊能够共足美满的家庭就好 不要去形式上的那样子一大堆的欢欢入节 非常多的讨论 他还有一题叫做 新潮的观念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叫做结婚问题之研究 好好好 我这个我很好奇 哈哈哈 我想 我想知道说那到底都讲了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是是那个没所之也嘛 没所之也嘛 是哎呀 子父为婚嘛 对 这个观念很浓厚啊 他能够 提倡这个自由恋爱 有人说那年代就是自由恋爱的一个时代啊 开始提倡 开始啊 当然也会被批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人会失奔 哈哈哈 然后社会舆论就会攻击说 文化协会宣传恶思想才会让他们失奔 哈哈哈 有啊 尬派给他 尬派给他 哈 日本的媒体就会这样子啊 对了 尤其是 参加那个妇女会的啊 啊妇女会他们为了要各奔前程嘛 要去找前途嘛 对 所以他们就会约好 然后在哪边见面 然后就一起逃跑 嗯 然后家长不满啊 然后警察会去抓人啊 就抓回来 刷回来报纸就说 这是因为文化协会在宣传恶思想啊 嗯 有一个题目 叫做酒害的真相 他不是很爱喝酒害的真相 酒害的真相 对 他有一个题目叫酒害的真相 我觉得那边 那个是只酗酒啦 对 其实小卓那个没有关系啦 有可能那篇不是他写的 哈哈哈 他有的是找 就是找别人 各个领域 对各个领域的人来讲 讲不懂的题目啦 但我觉得他开的题目 真的都好有趣哦 就是很寡 很寡 很 层面很寡 对 因为他他讲的这种 通俗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哎 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直想办这个学术讲座哈 不管是长期短期哈 啊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台湾的 这种思想教育啊 或者是学校教育都被日本人控制啊 嗯 文化学会想要办艺俗啊 艺俗 艺俗就是免会啊 嗯 免会给这个 贫 贫儿啊 或者失学的人来学习哈 像失学人如果连长他可以洗得一剂之长 嗯 可是台北市政府啊 他叫做市役所 嗯 士尹就是市长 还不准他们办 连这个都不准他们办 嗯 所以他是 像他们办这些讲座警察也是要来 检查一下 也是要来林间的 嗯 要先申请 所以蒋卫水有一篇文章 他说 呃 要废除这种学术讲座 要申请的一个恶化 嗯 你连学术讲座他都要审查 那当年就是我看就是先从思想上面 把你钳制住啊 对啊 那你比较不会造到捣乱了 是啊 所以他他也知道 很重要就是如果要捣乱要成功 思想要先调整 哈哈哈哈 所以里面 哈哈所以他们叫思想启蒙啊 是是是 就是 等于用文化来做思想的启蒙 所以脑脑袋要走在行动前面嘛 嗯 对 所以以前他叫启蒙的年代啊 嗯 就是让思想开窍 像我们刚刚讲那个 性知研究那个 我们就一看标题 我们就一直你知道幻想出 哎他到底里面到底讲什么 讲性解放 对 之类的 很想听到那个年代 对到底讲了什么啊 其实年代其实已经蛮开放的 因为有有很多工艙 私艙游客区 对 对 还有意志 刚刚你讲的就就在码头同边嘛 对啊 嗯 那很多很多那种水手什么 他有那种需求啦 而且 大厨的人口数是三世界里面最多的 嗯 对 而且他 他那那个等于是说 我们现在来说那个茶叶就是黄金嘛 嗯 茶金嘛 所以 也带动这边的消费嘛 嗯 像这种酒楼他会兴起 当然就跟那个 呃商人啊 要求事情 从这谈谈事情也有关系 嗯 一个 等于变成一个 哎 郊游的一个公共空间了 大家在不用感情的一个空 啊 就是当时的市场是有这个需求的 这需求才会从那边水手上岸货物上岸之后 然后布匹啊 中药在那边卖 然后接下来 要等下水手他 他已经几个月在船上了 他拿下来又需求 哈哈哈 然后延平北路就是专门 专门在做这种 对啊 而且当时是那些荷兰人 他们都还蛮年轻的 就是三四十岁 对啊 然后他们在听故事 闷久了 对没有 他们在听故事听一听 然后他们就自己联想 就是哦 合理 因为他们 这边离码头很近 很多水手然后下来 然后一条 对啊 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来说蒋卫水的故事 比我们这样更好 嗯 我觉得他们太好笑了 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 对 请客啊 对 好凶啦 哈哈哈 真的 但是因为蒋卫水他 怎么样 他都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嘛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很浪漫 很浪漫的一个人 非常感性 所以你要看当时的一些年轻的鞋子 写他 你就会知道 嗯 像那个张申蟹就说 你见到他啊 你就会被他精神感燥了 嗯 你会被他那个热情吸引了 嗯 他就说蒋卫水啊 可以说 只要你是 反殖民的 不管你是什么 主义者 他通通欢迎 嗯 这是张申蟹下来 真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台湾民报 黑色青年啊 红了一关 嗯嗯 这黑色青年跟他扯上一脚呢 为什么 那个黑色青年是一个日本的那个中学生啊 他读台北一中 台北一中等于是初中生 嗯嗯啊 啊他是他是 根本啊 他就是看着说哎这个 黑色黑色主义啊 黑色青年啊 黑色青年是说 国家管人民管的越少越好 嗯 等于是一个无证无主义者 啊 他们是直黑旗的 他只是好奇 然后就你一个先言也都还没有行动 然后听说他是在大安医院啊 跟周和诚认识 嗯 周和诚啊 认识啊 然后他们就在大镇公园啊 就聚会 啊就开了先言 结果警察就一定到情报就要关了 他连行动都没有就被抓去关了 哈哈哈哈 然后 有一天早上就突然就大搜索 大安医院也被搜索 李文青家的也被搜索 所以我们看到 我有一次去参观 司法博物馆的展览啊 他有个司法特展 司法一百年的特展 我去看 他就看到那个 那个搜索簿上面啊 啊 这黑色青年事件啊 然后列明列明 蒋卫水在里头啊 哈哈哈 蒋卫水也被列在那边 然后没收什么东西都都都列在上面 啊 所以警察一个字就写说 嗯 那个主唱者小则一 其实他只是一个出动生嘛 他说他就在大安医院认识的时候 合成 然后我我后来看明报说 这些黑色青年啊 包括李友山啊 黄白成枝啊 这些人啊 他们 因为被抓去关嘛 然后司法嘛 司法都先开那个 像蒋卫水也是一样 为什么他分两次关 他第一次叫做侦察厅 就侦察社去关了 然后警察就关很久啊 都是 把你先把你当作是 有罪啦 有罪啦 对有罪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一直一直做笔录调查 然后他们也是跟蒋卫水一样 先 先把他假释啊 等于是说 调查庭结束了 嗯 先先放回去 等判决 等判决 那些学生也是一样 学生罢课嘛 嗯 结果很多学生也都是在大音院住 然后我发现很多的社会运动家 他都涉及在大音院 像我目前找到这个王敏川 狮志山 李山火 涉及哦 连及 我找到三个不是亲戚的 那亲戚的跟户籍 户籍就在大音院 对 你都看到他们的户籍上面哦 都写太平丁山丁木28万地 这书里面有 你跟他欢就有 所以还可以让人家接户籍的 我如果 我如果哈 认为说这个人是哈 然后我认识他后代 我就叫他们提供那个 副籍哈 啊 事实上很可惜就是有的 是找不到 要不然台湾民报那一群哦 一定很多人涉及在这里 台湾民报那一群 啊 在这边 因为民报的编辑部后来签为台湾 对 对 像王敏川 事实上都是在民报工作的 所以我在拆张火军也一定在这里 嗯 那 后来那个 他们罢课以后被开除嘛 嗯 开除之后他们要去留学 他们第一站也是来到 经常要大安宴集合 嗯 那蒋惠水给他们践行 然后说极极免力的话 再把他送到车站 然后他们再搭火车 到基隆 然后再搭船去 留学 嗯嗯嗯 所以蒋惠水定义说 三教九流 他他都可以告白啦 嗯 所以你都要看他 跟那个老门在告白 你会觉得很有趣 他还觉得说 越大尾越有出味 哈哈哈 越大尾越有出味 他就说这样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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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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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百姓的老门 较大尾越出味 哎 哦很妙哦 这个 他就在做研究 嗯 这怎么形成啊 为什么 少年犯 会变成 老门头 嗯 他很感慨 他说有个少年犯 哦 富翁换鱼 那 便当敢唱来这 嗯 他就说 哇这个 这个不得了 这个以后一定是流氓头 嗯 台湾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就很感慨 嗯 他 他 他在拘留所里面 那个非常 那种 呃 可以说体恤哈 下沉的那个 民众的那种心 我们很感动 比方他说 小孩子哈 是成群的 集体上厕所的 嗯 10天在干 嗯 他说 鼓流氓哈 赶鸭子 这样子 鼓流氓 一定 不然都 少年犯都没有位置 可以睡觉 嗯 就要去鼓勒 警察的民众卡比 嗯 然后上厕所的时候 一起赶去上厕所 要一起赶回来 啊 他也想说 龙岚来也是这样 龙岚来就是说 大家要 勤力 同一个时间放流 同一个时间放晒 嗯 你若没这样 整天你那个鼓流氓 都糟糕 嗯 这就会死亡了 所以说 要来说这个 大家知道 那里面 不是说你鼓中 就咱那里 比较痛苦 那 文若书生被关在拘留所里头 其实他也要 有很有抵抗力 嗯嗯嗯 才能够忍受那个 我们去看那个拘留所 那个真的是透明的 你要在那边 大个便 屁股都要被人家看到的 嗯 一个粪坑就是在旁边而已 嘛 那可能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粪坑 没有什么门 还是什么的 以前那里有抽水码头嘛 对不对 以前要挑粪 对 对 嗯 一个洞而已 一个坑 但是你若不把刺激 他又不说 不说臭蜜蜂走出来 对 你若刺激下去就臭蜂蜂 所以大家都要 金流金三 一次 一次 一次就拐了 他这样死了 这个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年代 是什么样的一个 最近 因为文化协会 成立百年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问说 你对于文化协会的成立 你的看法是什么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 你当时他们成立这个文化协会 那你 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 我想问讲老师 因为1920年代 我们想到日本是1895年来 嗯 那1920不是刚好25年 对 刚好25年 那蒋卫水他们接受新式教育 他们 大部分人都在差不多1910年代 那等于他的养成教育 假定说蒋卫水来讲 5年嘛 就来到1915了 啊 然后再经过这个社会的历练 嗯 到那个年代 他们应该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一个主导人物 中间人物了 等于是一个精英 社会的精英了 嗯 啊 在那个年代 因为你 你一个工学要毕业就已经算很好了 读到一学要毕业 那已经算顶尖了 啊 因为台湾人的教育就是被受限嘛 要不然就要到日本去读书 那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间人物了 然后 日本给他们虽然说受到的教育是一个 有限制的一个现代性教育 他就会经过选择过滤嘛 啊 他们也知道说教育是一把双面刀嘛 砍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砍到自己 所以他是小心翼翼在使用这一把 教育的这一把刀 不能给你太多 不能给你太多的思想啊 那 1920年代他 他除了说是日本统治一个中间点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好那个年代呢文官总督来了 啊 那台湾在最大的一次 呃等于说文化协会成立之前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民间的起义啊 就是焦巴连事件啊 啊那个在1915年 1915年因为大屠杀之后 日本人后来镇压了嘛 镇压了 那那那那是屠杀 再从别的村庄 移民过来 那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玉井 听说玉井就是日本一个花街流向 所以他故意给他取一个 玉井这个名称赞 给他一个很不好的那个啊 然后他从别的村庄再移民过去 那这个很震撼 所以五年的成绩了 然后到了谢文当开始做回来做回行表演 对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刺激了啊 那另外就是吴文官总督嘛 吴文官总督他们也像武官总督那样的 日本已经开始协会用文明统治了 不是用那种 武官来高压高压统治啊啊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局势的一个使然 另外在1912年的时候是大政天皇 他上来了嘛啊大政天皇上来了 那大政天皇跟明治天皇的时代就不太一样了 大政天皇被称为大政民主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日本的很多学者 尤其很多到欧洲留学回来的学者 他们都开始谈欧洲的典章制度了 谈欧洲的这种民主思潮 谈欧洲的这种哲学思想很多的思想 他们都已经开始敢宣传了 不像大政那个明治天皇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还是很压抑的 啊 所以他们也有人敢说天皇机关说 嗯 就天皇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个那个神人啊 嗯 他只不过是一个机构 一个代表人民的一个机关而已啊 天皇机关 当然这个会都会受到右翼 右翼分子的一个挑衅跟跟那个 但是整个在日本本土来讲他当时叫做大政民主黄金时代 那台湾很多留学生也去那边了啊 所以他们也受到影响 他们有创刊物啊 有输进台湾 那个叫台湾青年 这个是在1920年7月的时候开始发行的 那谢文达是在1920的10月回来回行 那蒋卫水是在1920年的11月成立文化公司 自己进口包装杂志 来做战后思想的研究 然后1921年林县长开始做议会请愿 那开始给台湾人一种 等于说政治的一个冲击了 知道说哎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啊 我们是有有那种个体思想的 不是总督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就接受了 那个是他们开始有这种 这种作为一个权人的观念 那蒋卫水虽然说当时他在经营酒楼 生活的很优渥 但是他也受到这种刺激 岛内的这种 比较开放的一种氛围 他岛外的思想又进来冲击 谢文达的回行又代表说 台湾人在操纵新科技 不会输给日本人 所以当时蒋卫水 他想成立文化协会 就是说当时看到这个觉醒的都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老百姓还是不懂得自己的权利 任人家宰割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很多历史 任人家宰割 所以你必须要用文化思想来启蒙 尤其是那种到乡村去的那种演讲 那种不必透过语言的 不必通过文字的 透过语言就好 不必透过文字的那种演讲 他很容易就宣传他们 思想启蒙他们自己要保护自己的权利 你作为一个人 你最起码要有生存权 你不能说你工作一辈子 结果你连活下去的那个 基本权利的 基本的那种生活 你都没办法去兼顾 那个时候农村真的很可怜 尤其是我们常常讲奈何一句话 他说时代的进步不表示你是幸福的 啊真的是这样 李赫洛也写过这样的小说啊 李赫洛写过这样的小说 就是马路开通到你家来了啊 那汽车来了啊 可是你只有牛车啊 你怎么跟他拼啊 嗯对不对 就变成很多社会啊 时代进步了 可是很多很多人成为时代边缘人物 是是 那当时怎么要去教育他 说你怎么出来团结起来啊 就组织农人农人组织农人团体 工人组织工人团体 青年组织青年团体 用团体的力量来做改革运动 这种叫社会运动嘛 所谓的社会运动就是 总统促进社会的改革运动 那这个促进社会的改革运动 是要用什么做基础 是要用文化做基础 用文化 用知识让他启蒙 嗯啊 提升他的文化 让他了解自己 这个这个困境在哪里 了解怎么解除自己 被殖民的这种束缚 知识问质 他来这边宣传 然后来组织 然后你们加入 大家一起来运动 这个叫做全民运动 当时整个氛围是这样子 尤其是台湾在1920年代 他变成说以前都是 封建保守 还有有那种 别人当主人 我们当二等国民 那种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的思想 但是在1920年代这个关键年开始 整个思想改变了 变成说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然后我们有做一个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条件 跟个体的思想 当时在推动 所以掌卫水有讲说 台湾这个开始做文化运动 才是真正进到人的时代 人的时代 他说欧洲是在文艺复兴时代 他们有那个文艺复兴的运动 才进入人的时代 那我们台湾要到现在 做了文化运动以后 才开始进入人的时代 以前你如果说话来说 他没受到教育了 他的资讯整个是被封闭的 对 如果强气凌弱的话 他们也不同的环节 任宰割 所以才会说 你是种农种东西 种到后来就变成小龙 小龙种一种就变成贫农 贫农跟电农 终一种就变成农奴了 就变农奴 然后我现在要来开糖厂 总督就找了警察 然后警察就召集这个农人来开会 开会就说糖厂来了 要收购你们的土地 用很好的价钱给你买 希望你们卖给他 那农人就会说 那我土地卖了以后怎么生活 你们来工厂上班啊 不是很好 那有人就盖了 有人不盖 有人说我没带印章 没带印章呢 警察就找一个刻印章在旁边 他不肯盖 不肯盖就跟他耗 再耗下去就打 像杨葵小说里头 有这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逼人家要卖 不卖了就被打得半死 然后等厂厂真的成立以后呢 他雇的是临时工 我没想到压炸这堂会有一定的时间啊 他做的是临时工 所以他变成说 看了堂场的烟囱 他就说那个是吃人的怪物啊 吃人的龙啊 人家说做 争甘吃的没带肯盖子 没带肯盖子 做争甘的没带肯盖子去房子 打肚子的没带肯盖子就是这样 就那是完全奇妙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龙人看到堂场的烟囱会诅咒他 他们甚至于连堂场的小火车都不坐 我宁愿用走路的跟你吐气 因为他们真的是被压迫到起点 这个状况 江老师那你觉得 蒋渭水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吗 很有组织力 很有组织力 但是很有谋略的人 应该是说他也很有步骤在走啊 因为他不断在吸收心智啊 你说谋略吗 也可以算嘛 因为你要跟日本警察要斗志啊 他有很多法令啊 我们看到民众党的特刊就很奇怪嘛 他里面的法律特别多啊 就法条啊 那个特刊啊 特刊里面法条特别多 就是说 我们只能讲说他们必须要去 了解怎样来对抗 殖民者 看哪里有漏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你说谋略那当然也必须要啊 也要研究当时的法律了 才知道怎么样可以比较 这样保护自己 因为感性的人通常谋略就会比较少啊 但是他看起来又像是 他很感性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应该是说很有组织力 然后按照他的一个 按照他会他的 其实他整个社会运动的历程啊 是跟着整个世界局势在走 那个脉络是在走的 所以他会调整 会调整自己的路线 我要参考一下国外的人 比如说甘地在印度干嘛 啊对对对他很喜欢讲印度的解放 对对对对 他非常喜欢讲甘地印度的解放 那个警察的 警察的这个调查报告里头还有提到 他说蒋卫水很喜欢那个爱尔兰 那个独立运动的嗯嗯 一个一个人士啊 所以他好谈这个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蒋卫水还曾经邀请 立法院不是捷克议长来这边演讲吗 蒋卫水其实在1929年 他就邀请一位捷克的旅行家来 来我们亚细亚大旅社住了 然后在民众讲座 太平地民众讲座就是在那个辞政工协对面 嗯在那边讲捷克的独立跟复兴啊 哦 我有那个台湾民报啊 哇很酷耶 台湾民报啊 一大版啊 然后我把它写成文章投稿自由时报 他也登了 哇这个快一百年前就在就在讲这个 而那个而那个捷克人讲到这个捷克的独立 跟复兴就被警察喊中止 哈哈哈哈 敏感议题 他是他这两个人很伟大啊 就是他是一个捷克的旅行家跟他的秘书 他秘书叫福佛哈 他们是没有带一毛钱 嗯 然后在全世界靠演讲 嗯 来旅行 大家就邀请他们到处去 在大陆他也很受欢迎啊 可是他来到台湾呢 总督不欢迎他 所以不给他任何的宣传 因为有一些 也不给他那个任何的一个接绩 可是当时在大陆他是受欢迎的 对 对 在大陆他是他反而受到欢迎 他他就有写说 记者反问他 他讲说他在大陆还受到欢迎 他说没想到来到台湾 总督反而那个 在这边反而不受欢迎 刚好这边是殖民地嘛 对啊殖民地 他不让他谈这个 你要在殖民地谈独立 你这个话题就很敏感了 嗯 所以他说他在讲那个 他历险的经过都通过 啊讲到捷克乌星的时候就被喊重死 哈哈哈哈 啊还有人欢迎啊 他们用英文讲 嗯 所以他有个叫许廷直的 我在查这个人是谁 哦原来他是在那个 厦门那边读那个 厦门有很多那个 那种等于是 哎基督教开的那种外移的学院 嗯 基督俗远的 电话俗远的什么 嗯 那你对于他当时要去刺杀 袁世凯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这件事情是有谋略的吗 哎他自己讲说哈 这件事情等于是一场闹剧 他这样讲啊 嗯是有那个热神热血了 而且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不是编出来的 因为在五个年中的我 他就有提到这个嘛 对 当时发表的时候是在台湾明报嘛 1925年8月26号的那一天的报纸 五个年中的我 他有特别提到这个 他有说这是一场活剧啊 活剧就是 等于是说没有经过很缜密的策划 然后就去执行的 一场比较 认为说有点荒谬的嗯 因为要成功的距离很 很低啊 为什么第一个 你的续静培养到底有没有成功 对 第二个你你你这个续静的保存 保存的这种设备 这个疫苗的保存 对疫苗的保存 你有没有冷藏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会不会过了孝期 对啊 打下去没什么用 哈哈哈 撒下去没什么用 而且而且他也不能乱撒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他一定要 要撒到严世凯能够饮用 高官能够饮用的水源 他才有帮我去 达到他的目标 因为你不能伤己无辜啊 嗯 所以他觉得说 这这是一场比较 没有经过缜密计划的啦 他当时也年轻啦 那个时候是热血会疼 对热血会疼 真的 哇我觉得他是蛮蛮热血的啦 可以说 我常常说他是热血晃进就走掉 嗯 真的 热血热血晃进 对他其实真正在做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 20几岁到40岁左右吧 对如果你以他学生时代 到他过世 刚好一半的生命 对对 就他活了40岁 40岁 然后 所以报纸灯他是办事吗 他 一半的那个 生命的历程是在做这个社会 对一半真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理想 是一个理想性 很高的人 所以 理想主义师说他是 台湾政治史上的唐基赫德 嗯唐基赫德对抗 红车 真的就等于是理想主义者 对他是理想主义者 达不到那个 但他还是会去干 因为那是一个没有选举制度的 殖民地 你没有办法透过选举 来取得你的权利吗 是 是 没有选举啊 可是经过他们不断的抗争 到了19 呃 三 三 三五还是三六 台湾就开放第一次选举了 虽然说是指定一半的名额 一半名额是总度保留 然后让台湾人跟 日本人去争取另外一半名额 这会形成台湾人 自己选上记得大概占十分之一左右 不过他已经 给台湾人第一次选举了 这个也是 1920年要不断抗争才有 嗯 我觉得他跟林宪堂的差异 就是他的那个 他比较浪漫理想一点 林宪堂感觉比较务实 因为家里可能有钱 家大业大 家大业大他要照顾的人太多了 他要考虑 不能不能这么穷舟 他要考量的啦 不可以太穷 有人讲这样子啦 就说蒋卫水他是 为着他理想他是继续往前冲 嗯他是什么都抛开一切的 嗯嗯 那有的人是会回头去看一看说 哎 后面的群众有没有跟上来啊啊 对了 也有人这样在形容啊 那他有回头去看吗 他有啊 事实上他有啊 要不然他怎么会越走越 越偏左 因为事实上他也不是往前 他这个形容也是不对 嗯 嗯 因为有人说这样 像我这次去看展 他们跟我导览的时候就这样讲 他说蒋卫水一直往前冲 他奈何就会回头去看 只是蒋卫水有回头看 只是他没有去写那个 小说而已啊 嗯嗯 可是你看他的党纲什么 他都是一直调整到往后看的 嗯 跟着名义啊 对他一直调整到 变变变成他 他他本来是知识稳责运动啊 是他到最后他是走那个 公民农民 走公民工农的运动 他他他是 所以才会分裂嘛 对 才会林建堂 蔡肥偶他们去组织一个叫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嗯是嗯 啊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其实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比较 保守的 因为你原先林建堂 他在领导的叫议会请愿 嗯 议会请愿是我要立法院 嗯 那现在我认为说 变成地方自治了 对我我变成说 不可能放手 那我是不是退而求其次 来做地方自治 所以他们就脱离了 但是毕竟他们 还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成员 那地方自治 你们全部都是知识分子 嗯 医生啊律师 就像文化协会一样 文化协会当时都知识分子 所以他话型的汇报就是 只有知识分子才看得到啊 嗯啊 但是你早上这个工农运动的时候 就不是了 嗯就是一般大众的 对 所以他为什么会起用大众障 就是等于是 那一些被压迫的 一般的百姓 来替他举行这个葬礼 才叫做大众障 嗯 他已经走向大众了 所以他有讲说 哦 我们党要走向大众 当然他有这样讲 嗯 那我们的党是要走 要走入群众的党 路线已经不一样 所以他叫做全民运动 嗯路线不一样 有人说是阶级斗争不对 蒋卫水叫做阶级运动 阶级运动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阶级 一起来做反市民的运动 来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 他走的很前面啊 我觉得嗯 常常走的很前面的人 旁边真的不一定会跟得上 可是他也懂他在讲什么 哈哈哈 他做到最后他是 他是这样 他做到最后他真的是 整个经济都 崩掉了 都崩掉了 一个一个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1922年的时候 酒的专卖啊 嗯 他的甘钱老红酒就 那个代理权就被 收回去了嘛嗯啊 所以后来他卖掉酒楼了嘛 酒楼本来很赚钱的嗯 总督部不可能给你 一边做社会运动 一边还要赚钱 让你有金流 对不 对 他来斩断他嘛 所以他甘钱老红酒的 被被收回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 他都一直担任那个募款的 从民众党成立 到民众党被解散 他唯一的职位 他虽然是 名义上的领导者 实质上的领导者 但是名义上的主席 是都别人当 叫做主干 主干就是主席嘛 都是别人在做 他没有做主席 他都做人家最不要做的 从头到尾 他都是挂财政部主任 啊募款的 财政部主任 他是中央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 对吧 民众党是集体领导嘛 所以有个中央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 这个他有担任 但是他下面的部 他从民众党创立到解散 他都当财政部 那你要知道 一个是民众党 他是政治结社嘛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参加 像后来民众党又走上工农运动 然后地主阶层又推出来了 另外一个做工农运动 工人根本他没有钱可以做运动 都一定要 自己提供资金 去募款去怎样 所以后来他因为搞这个社会运动 他到最后 就是就是破产而走啊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林县朗的日记里头 嗯 他有写说蒋卫水来跟他募款 说民众党的本部地基税 你准备地基税啊 缴不起啊 嗯 说叫亚杰富 你就知道说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三穷水清 很穷很穷 所以战后那个民众党本部变成河库的 那河库好像是接受那个 日本时代的信用合作社 嗯 搞不好是因为这样被抵押掉 也有可能 我再猜 也有可能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那个民众党本部是 是河库的 是河库的 可很可惜就是河库后来把它卖给建商了 把它拆掉了 好可惜啊 所以现在你们如果要问我说我现在最大训愿是什么 我现在最大训愿就是那个港电话讲座能够保存下来 嗯嗯嗯嗯就是那个房子贵乐街吗 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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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那他现在是谁的 现在是全乡茶庄呢 哦 私人的敌 我有跟他提报历史建筑 可是上一次那个文之委员去看的时候 他们不开门啊 事实上对他来讲 完全没任何损失啊 那他可以容积转移啊 嗯 你看我们这里很多都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盖啊 他们都把它容积转移掉 因为赚的钱 从头到这边都是容积转移 你有一栋好老的房子要留下来 那个会比你容积转移赚更多 我们看有记就是一个例子 嗯 对不对 有记你看他利用他的老茶厂 他吸引多少的观光客 他打开了多少的知名度 多少百货公司要来请他去那边涉探 啊你如果全乡他都能够保留下来 他们在衡阳路有两家店啊 他根本不擦你保留下来 你叫一个老茶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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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 经历 经历啊 配茶 然后剪茶梗在那边表演 然后人家一进去就闻到那个 茶的香味 很浓的香味飘出来多好 嗯 那个那个广告才是 比你在电视上广告还要好 大家都可以去参观 他来里挑高的很棒 真的 非常棒 我曾经 有一次他门开着 他通常关着 我刚好从门后看上去 哦 里面要宽敞 因为以前做社会运动的时候是 规定你演讲要三十以上的围墙 九十公分以上才算室内 啊 所以他们都必须要去 尤其后来连庙 庙都不太敢借他们 所以他们必须 要去用租的 去做那个层口 什么来 所谓的大空间的演讲 所以茶厂还蛮适合的 茶厂啦 然后米厂 像有一次林县堂到 二林区他就在米的倉库里面演讲 倉床比较大 嗯嗯 老师你做做蒋味水 做这么久啊 有遇到什么挫折的事情 是遇到挫折 啊有遇到什么 有印象中有遇到什么挫折的事情 其实干干苦苦都非常多 非常多 哦 有人 有一次我在导览的时候啊 有有一个 他就是 台湾主体性非常强的 嗯 他就骂我说 你怎么都在讲日本人的坏话 嗯哼 你都不骂某某党的坏话 哦 有他们有有 他都不晓得说 我们在导览是那个年代 嗯 对那个年代 很可能是他很喜欢那个 那个日本吧 还是怎样 他就这样这样呛我 啊 然后就中途就离席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还导览到那个 鸦片工厂在讲鸦片 嗯 讲日本人怎么那个啊 嗯 这 这 这也曾经 碰碰过这样啊 哎 另外就说 呃 前几个月哈 宜蘭市公所有访问我 嗯 他跟我落一个标让我很讶异啊 嗯 他说我是背着时代在走的人啊 嗯 啊 这个单子真的很重 很重 非常重 非常重 啊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呃 学者在做这个他还不会遇到很多挑战 我们在做这个会遇到很多挑战 嗯 人家会说你 你是凭什么根据讲这个话 嗯 啊 你是凭什么根据讲这个写这个 对不对 嗯 我们都 一定要 少严实的史料 然后要自己要消化 然后才能落笔 我们绝对不能很夸张自己的 祖先 嗯 啊 今天人家如果称颂他说台湾人的救助 比方说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也不是出自我啊 对不对 我觉得必须要把哪一天哪一份的报纸 是什么人讲的 嗯 要把他伴出来 嗯 嗯 我们还有那个 有人不说 你娘孙在看你老公 你就把他伴到他伴了 嗯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比方说蒋渭水他有两个老婆 嗯 啊 那我们晓得很多的 不管你是小说也好 你是戏剧也好啊 对不对 嗯 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平衡一下 嗯 可是我们也不能影响人家创作啊 嗯 那比方说渭水春风好了 他他他等于是我阿嬤都没出现吗 只是带过去而已 对 啊 带过说哎 说说 他那是我怎么说 就是蒋渭水骨了 嗯 问他说阿姨好吗 啊 啊 那我怎么说 跟那个十万庄对话 就这样他就没有我的祖母的出现 啊 然后这个就凸显了成田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家人就骂我了 就以为是说我好像 对成田 特别的那个哈 啊 啊 卓碧什么没有去 那个那个写自己阿嬤的事情 啊 歌仔戏他就做到比较平衡啊 就前面那个歌仔戏就说 从怎样他们两个有冲突啊 大部分到那个写冲突 然后到亮节 对不对 可是我前几天又去看那个 哎 同样是南洋剧团的 南洋剧团是很厉害啊 嗯 他前面两年前他演一个叫台湾 仙角 仙卫水 台湾仙节讲卫水 他的编剧真的是 哦 那个不愧是杨丽花的御用 编剧啊 啊这个也是台湾 也是杨丽花的御用编剧 他编的又不一样啊 前几天我去看这个戏啊 他是我的阿嬷 在跟我们讲 跟我们自己在讲讲卫水的故事 嗯 他用测 测的啊 上面在演 然后他在旁边讲故事 嗯 给孙子听 然后那个那个演我阿嬷的 也是非常厉害 我那个唱将那个没话讲 很动人 他坐在我旁边的 我那个基金会的董事 跟坐在旁边的他的朋友 就问我说 哎 蒋渭水是不是都没有回宜兰啊 哈哈哈 因为那个事啊 崇楼道远都是 就是说一开始他就说 他要我如果说去打命前庭 他要够这个厨 要守护这个家 那这个崇楼道远 在仿乎我的阿嬤都没有到台北 然后我的阿公都没有回去看过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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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又不能影响人家 唱字唱字 嗯 即使我 我阿公过心的时候 他也会我阿嬷在家 哎 可是我们看到照片明明在旁边啊 在这旁边 对不对 而且 坦白讲我阿嬷后来也上台北了嘛 嗯 对对对 啊如果蒋渭水没有 回去看我阿嬷 啊四个孩子怎么生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我把 我我把这个这个 演戏的 剧照 丢给我们家人的时候 他们马上丢一个我阿嬷的照片上来 哈哈哈 因为因为那个剧照上面 是蒋渭水跟陈田的剧照 嗯 他们 坦白讲他们都非常误解我 连我的家人都非常误解我 我我 我创作那个 蒋渭水的那个油画 我最后我还请画家画一个 我的阿嬷就是 郑 郑氏 郑公 郑公 跟蒋渭水在一起的 我还特别跟他画一个 因为有一张是临床 蒋渭是那个 陈田站在蒋渭水旁边 所以我要平衡 我还特别这样做 哎 我是 我阿嬷帅大 我感觉不会说去 护着自己的阿嬷 对不对 啊人家是因为我阿嬷 他是先裹小脚 后来有放逐 但是他毕竟还是比较 不方便 所以他大部分也是在家里 在家里 那像这种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干涉人家的创作 所以我只有跟导演讲一句话 我说因为他他那个戏 大概在文化协会时代 他就演讲会时在咳 我说你不能这样演 我说你要咳 要等他后面过世 那个时候咳才会有高潮 你怎么那么早就在那边咳了 咳了咳了 他说 他导演说干嘛呢 干嘛呢 哎 以前的人在扫啊 他说你要回去查看一看 哈哈哈 这个细节 我们我们不便去干涉人家 什么时候开始咳 可是死时如果这样子 比方说陈田他真的 也有留下 人家访问过 不是 人家撤写他 就有一位联合报的记者 也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陈长华 现在几岁了我不知道 他小的时候 因为他的 妈妈都常常到慈吟寺去 也跟他练经嘛 练火嘛 因为陈田等于是 贾菜嘛 人家说菜枸嘛 对 菜枸就是说没有把头剃掉嘛 穿那个 衣就是在念经 但是是贾手嘛 这叫栽教嘛 嗯 然后他有写陈田 就是说他对陈田的观察印象 说他说话怎样温和怎样 好像就是平静如水 他说曾经他也听过说 他刚出家的时候 警察也来找过他 啊那个那个 李晓峰啦 还有那个 黄鹏熊啦 他们也都曾经去找过陈田 那我自己也 找过陈田好几次啊 嗯嗯 啊 甚至于他老年的时候 有点健忘的时候 常常 五分钟就会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嗯 那时候我也去看过 嗯 那 但是 戏剧怎么演 小说怎么演 怎样我们都尊重人家的创作 但是我在做 我 我 我 可以讲说我就是跟他一样了 就是 都是拼命在做啦 嗯 能够 找到多少史料 写出多少东西 我是这样子 我也当说除了睡觉之外 大概连走路都在想这个事情 嗯 可以说我自己都没什么 我想说家里面强迫我去旅行 又带着我去旅行之外 我几乎 整天都是在做 嗯 做这样的事啊 嗯 可以说都在做这些史料的整理啊 因为我觉得 这些史料很多 还是流落在民间啊 是 啊 如果你不敢找 以后就没了 没有 譬如说现在新外运动馆 一天到晚再找我 因为以前我 出版过那个 跟我一个团队那个黄姓章嘛 我们两个在新外运动馆筹备处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办了十来个展嘛 那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多不像现在 我们那个时候是 经费很少 我们都应急出一本书来 啊 所以我们现在留下很多荣誉的 遗产那资产 然后他们现在要 要办展场要看我们的书 然后就问我们说 这张照片在哪里 哎 昨天还在问啊 我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哈哈哈哈 拥有者我们也找不到了 当时我们借得到 现在呢 现在可能找不到 他电话也不通了 啊 推敲一下 可能九十几岁已经过世了 啊 可是他手上那么多 好的东西到底到哪里 啊 他们家里后代又移民了 像有一次 我们在新外运动馆 为谁像同志的后代跑来找我们 啊 我刚刚讲那个台湾民党那张照片 有没有 那个人手上就是有台湾民党那两个字啊 嗯 可是我的照片就没有啊 嗯 可惜我当时跟他拍的时候 已经他从报纸剪了一张报纸 然后盖住一半 民党还看得到 嗯 他把那张照片盖 盖着 我也不好意思把它掀开 啊我这样照 那张那个还在我那边 可以看到台湾民党 啊 就说有一半的人被他的报纸遮住 我现在要找那个人我也找不到 我相信他手上不是只给我看到那两张 因为我自己在跳蚤市场也买到好多张啊 跳蚤市场 我还买到立旗啊 写着同胞系团结 团结真有利啊 哇塞 真的哦 我买了啊 对啊 我买民众长到东部演讲的我也买了 哦 跳蚤市场哎 对啊 对刚好给我买 然后我 我跟那个老板讲啊 我当时不动声色 对不对 对 他说多少我就跟他买嘛 然后我跟老板讲 我说你去帮我找 还没有类似 所以很多的史料 如果你现在不赶快做 久久久了 下一代下一代 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 这是干嘛丢掉的 对 干嘛丢掉 其实你看到 报纸有这样 然后后来你看到文献啊 你会很震撼 嗯 你会非常震撼 就像我讲的那个 大甲支部那一 那一叠第一手的史料拿过来的时候 哦 非常震撼 哎 那那那里面 有那个民众党写给警务局长的抗议文 嗯 日文科的钢板科 以前都用钢板科的 好 还有民众党发出去的通告 要各支部打电报给 鸦片调查委员 他们住在最豪华的那个铁道饭店 要他们用 日文或者用欧文 来抗议日本人给台湾人洗鸦片 啊 像这样的第一手的史料 你看他都会非常震撼 是这个吗 最震撼的就是 没有这张是到 日链网去的 就这张之后还有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是拍电报 啊那个他们叫他拍电 这个是拍电报到那个 苏黎市 从苏黎市转日链网 嗯 啊那一张是直接 直接 因为国际调查委员已经来到了 铁道旅馆了 他们打电报过去 要他们打电报过去 这个这个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一定要赶快做 不赶快做就会来不及 嗯 所以这个 一头再下去啊 有的时候 好像吸毒一样 哈哈 洗鸦片 洗鸦片 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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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要自己休息 可是脑筋里面就在一直在转 一直觉得说自己很多史料 还没有把它消化 整理啊 像我已经把蒋渭水的系年表 整个都列出来了 那已经好几万只了 可是我现在觉得说哎 这样的话没有人要看 嗯 我想替他写日记啊 嗯嗯 啊就是我把新闻转成 他的口语来写日记 嗯 像这个转化构成可能我要花隔一两年 然后 年龙则一师一直在鼓励我说要去写小说 我以我手上的资料是可以写好说 可是我又没有那个才华 啊 也要也要有那个什么 我写小说也是另外一个一个事情啊 真的 就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还是 没有没有把它完成吧 很想要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啦 因为感觉 他们那个年代其实 他们的精神很值得我们 嗯 来学习 来学习嘛 把他们当做一个标杆人物啊 这群 为了台湾社会的改革进步文化 提升而那么 拼命的人啊 无私的人 那台湾就是缺少标杆人物嘛 你看我们的钞票就知道吗 我们钞票是万年不变的 对 你知道韩国跟 跟日本是20年 钞票上人物全部都换掉的 啊台湾本来就是 缺少标杆人物 然后台湾 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自主移动 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啊 所以 你如果说要做一个什么 纪念的东西 他们都会说造神造神造神 常常就会有这样子来来来反对 像这个文学百年我一直在提倡 说文学百年你应该有百年纪念物吧 嗯 要有一个艺术装置吗 或者是那个 邮票还是 钱币或是什么各种的 你全台湾都在纪念 啊纪念 花了那么多的精神 跟力量来做 什么都没有留下 可是到最后 你没有 没有留东西 书可能会有啦 书可能他们 可能一个展他会弄有书 你没有留下一个艺术装置 你看那个欧洲他们 如果是大的年代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艺术装置留下 嗯经典的 就等于是变成那一年的一个一个 经典的一个一个一个建筑 留在那边 一个艺术留下 是 那我想问 因为 今年是文学百年 所以有一句 有一个四个字叫 百年追求 那我 我常常在看啊 蔣卫水在很多时候 都不会被提起的 可是都会在 某些特别时刻 被提起 尤其是今年 文学百年 然后他写了百年追求 我很想问 蔣老师 百年追求 我们要去告诉我们后面的人 可能我们不止这一百年 他能不能得到 再下一个一百年 等于是两百年 我们的百年追求 你觉得我们要追求 是蔣卫水的精神 我们值得学习的什么 他是以文化去影响政治 还是其他的 他们说是百年追求 世纪之约了 世纪之约 有的是这样后面再加一句话 像那个文学奖上的颁奖典礼 他就是再加了一个世纪之约 有 我等下八字 我等下四字 但是他就很像口号啊 那我总觉得说 百年追求 因为他刚好是文学一百年 对 当然是持得特别的纪念 是 其实今年也不光是文化协会一百年 对 今年是议会情愿一百年 议会情愿一百年 然后我们在11月30号 也欢迎 如果有有在听节目的人 一起到国家图书馆 是 我们有办一个临床讲义一百年 嗯 那临床讲义一百年 我们有邀请那个日本的学者 还有请那个台大 社会高等人文学院的院长 廖贤浩 也是我们的董事 还有政大的讲座教授陈芳明 嗯 陈芳明 一起来发表这个 呃 在讲在论坛里面来发表他们的专文啊 是 就临床讲一百年 那我 这个这个 蒋慧水我觉得 当时他们 呃这种的 用文化来提升台湾啊 啊 来 打下这个基石啊 嗯 那 以文化作为一个 启蒙的一个 一个基石 我 我觉得他这个眼见 真的非常有眼见啊 嗯 你 你 当时他们就提出说 我们 的 文化要比美西洋 然后我们要乐为世界人 意思等于是说 我们 你日本也是二手传播嘛 嗯 日本是向希望学习嘛 对 对不对 我现在跨过你日本 我直接就向希望学习 我直接就向希望看齐 啊 所以他当时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做 乐为世界人 这也是今年这个 整个文学百年啊 不是光一个 百年追求 他最重要的还是强调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啊 台湾人要乐为世界人 所以你无论看到光雕也好 看到文学百年机 有任何也好 他特别 都会强调乐为世界人 嗯 这个也是我们 台湾现在 呃 如果 想要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人家 一个敬重啊 还有人家 来 呃 跟你一起携手同行 嗯 那我们不能 只作为一个 台湾人的台湾 我们一定还要作为 是世界的台湾 啊 我们还 很有理想化的想说 蒋卫水他是 呃 乐为世界人 那是不是有一天是世界乐为台湾人 哈哈哈哈 大家感觉说你是一个 祈祷 啊 一个一个非常好的岛 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 大家都喜欢来你这边 哎 喜欢你啊 喜欢你这个 这个你的 这种多元的文化 啊 喜欢 你你这边 呃这么好的一个 嗯 为 那我们现在的健保 可以 大概是全世界是数一数二啦 虽然说他还是很多代改进的地方 好 对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营造出 我们的文化 不会输给西洋 那我们的各项水准 都能够达到 世界的 标准 一定有 我们现在的经济没话说了 我们一定是很前面很前面的 哈 让人家能够看得起你 然后 让人家觉得说哎 每次来到台湾 就好像我们很喜欢到欧洲 很喜欢到日本去啊 那种感觉哈 嗯 世界各国人都乐于来台湾造访啊 嗯 跟我们携手合作 所以我们还有那种 美丽的梦啊 嗯 嗯 美丽的梦 这样讲话 其实当时他们提出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啊 嗯 这种 这种的 那个 那个 概念 概念 很前面的 我觉得走的很前面 那时候还是一个殖民地的时候 我觉得放到现在也很前面 就放到现在还是很前面 他的眼光看得很远啊 我觉得很远 那你一定就要做世界的台湾啊 嗯 世界的台湾 我觉得这个概念放到现在 还是一个很前面 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 可能还没有办法去理解 嗯 我们要做世界的台湾 嗯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啊 我觉得蒋渭水实在是 他会不会太前面了 哈哈哈哈 那我觉得这个 刚刚讲那个百年追求 对啊 其实真的文化哦 一百年可能还不够 对 真的是 真的 他那个那个 新火一定要传承吗 嗯 对啊 要一直不停的追求 文化是百年千秋万事嘛 是 是 所以我们不能只纪念百年 是 要百年千秋万事 传下去 你文化哦 文化越 越 越高 文化的程度越高 人家越敬重啊 嗯 你你钱傻的再多去做外交都没用啊 是 翻年变就变啊 嗯 可是 真的假定说你现在 一个 像云门来讲出去艺演 还是说 我们哪一个演奏家在什么国际竞赛上面得到大奖 还是说我们哪一个画家 啊 他在艺坛上大大放光彩啊 还是我们哪一个作曲家的作品被人家国际的乐团来演奏 这个远远超过你在那边做外交的这种成就就好像当年他们讲的说 如果我们在帝国美术展览打败了日本人我们就打赢了一场文化胜仗一样的意思啊 这个作曲家的 笔 画家的笔 舞蹈家的腿 舞蹈家的手 他的身体 这些也比你撒金钱在外交要好得多了 我们应该要往这方面都往这方面去提倡 而且还比较便宜 那个年代他们也在提倡体育了哦 所以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东京奥运 对吧 哦今年很厉害 吸引了多少的目光啊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提倡体育了 文化协会的主子书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呃 振兴体育嘛 嗯 涵养道德振兴体育啊 涵养艺术啦 振兴体育啊 涵养艺术振兴体育振兴道德 当时他就提出来 所以蒋渭水才会去成立台北青年 嗯 那个体育会 然后又成立那个大道城大运动场 那个地方后来就变成什么 后来就变成1935年啊 有始政40周年博兰会嘛 有一个兰芳广的一个展展场 就在那个地方 哦 就除了永乐座之外 然后那边也变成一个展展场 哦 就那个时候 等于是说太平国小的北边啊 是 还是一片旱地啊 他又是一片旱地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 你看我们现在在教小孩啊 我们都在培养小孩的自信心啊 其实蒋渭水 你看他做很多事情啊 他其实在培养台湾人的自信 哦 从文化啊 艺术的各个方面 让台湾人有集体的自信之后 真的 他做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就会 能够有一席之地了 我觉得他的概念应该是这样 就先自觉 然后再自信 从这个根本原因疗法 开始 哦 从从前段 文化就是一个根本 嗯 原因疗法啊 就是 智识启蒙啊 是 所以我们看到他开的都是 因为日本人不给我们开 半正式的教育吧 嗯 所以我们看到他开的药方 都是最大量最大量的社会教育的厨房 嗯 嗯 计量计量的厨房 计量计量 最大量 对啊 这个概念就是把小孩 教的有自信 剩下他自己会想办法 哈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的意思啊 我们对小孩也是这样啊 对对对 我们现在把台湾人的自信先拉起来 剩下我们 给他鱼还不如 不如叫他钓鱼 差不多这个概念也是 真的 嗯 不错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 前面这件 这本是人间讲喂水 嗯 现在 在基金会是可以买得到的 嗯 基金会也有了 因为当时我们有跟他 他当时给我的稿会啊 我全部捐给基金会 然后用所有的稿会来跟他买书 啊 他当时给我10万块的稿会 包括图片的授权会 那图片本来我们就是基金会的嘛 对对对 那这笔钱我们就是原 原价跟他买 我们意思就是说赞助他们出版 那这本书在成品也有 在网络上有在买 这本书是 目前为止最丰富的影像的 蒋味水相关的书啊 嗯 那最新的 他的写法跟我以前出版的也不太一样 嗯 嗯 那我 我很喜欢这本书 尤其前面 文青的笔划 文青 哈哈哈 文青的笔划 哈哈哈 因为 因为当时当时有有有那个 有两位年轻人跟着我一起来编这个书 嗯 可是他前面写的很棒啊 对对对 他说蒋味水就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假外求 暗图所记 我们就能直接贴近他 贴近蒋味水可以连结台湾与世界 可以形思现在与过去以及如何做自己 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最适合的定位 并了解什么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觉得他全部都是哇整个全部都囊括了 对不但是现在要跟世界连结 其实192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 就是全世界反殖民运动的一环 啊肯定 因为1920年代就是他前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嘛 嗯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是很多的帝国的 江戒就重组崩解了嘛 比如说二头半帝国嘛 对啊 崩解成很多个国家了 是 奥匈帝国也崩解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弱小民族都在民族自绝啊 就要决定自己的前途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的反殖民运动 好像刚刚那个蔡先生所讲的嘛 很喜欢讲印度嘛 印度那个时候也在争取啊 对 他们当时也常常在谈那个爱尔兰啊 嗯 啊也谈谈爱尔兰的独立运动 那也在谈那个 呃殖民地的统治的方式 是法国的那种同化政策 还是英国的这种自治主义 嗯 他们是认同英国的自治主义嘛 英国自治主义就是像现在的澳洲 跟加拿大 就给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自己 可是 法国的同化政策就不是这样子 他是硬要把 当地的风俗习惯跟他消灭 是改成法文的 法国人啊 就等于完全消灭他们的 语言跟民族性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全世界 反殖民运动的一环 我们不能把他抽离 嗯 所以蒋渭水你看他到最后 他都讲说要团结那个世界的 那个被压迫的民众一起来做反殖民 如果听完这一集节目 还不知道蒋渭水是做什么的 可以欢迎到蒋渭水基金会 那边有丰富的史料 延宾北路二端二七号的为谁驿站 为谁驿站 对 还有那个立体模型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 哦那个立体模型 非常漂亮 非常厉害 这个构筑 最棒的东西 对你们可以就是来看那个大案院的 那个模型之后买一本书 带走 对很棒 对很棒 是不是 看这这些书看了真的是会觉得 哇原来以前有发生这么帅的事情 对 真的 那我本来是最后想讲说 如果觉得蒋老师那个讲故事非常精精彩的 赶快敲完下一集 哈哈哈 我觉得蒋老师的故事就听不完啊 真的啊 那随便从哪里 他大概都可以讲一个 听的津津有味 那这一集我们两个声音超少的 真的 对 那应该说我比较大嘴巴 没有没有没有 老师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这种就刚刚我讲的这已经已经中毒了一样啊 就谈到他就会好像谈谈个不完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读历史就是这样 你要去明白过去跟现在 对你才能够去勾画未来啊 其实我我也我每次在读蒋会学的时候 我都觉得哇 这也跟我们现在真的是历史并不远哎 对真的不远完全不远 真的就像这本书说的蒋会石就在你身边啊 如果 呃深入的去了解 他就觉得他真的是 呃一个平凡的人哈 可是他在走一条不平凡的路不平凡的路 嗯嗯他也还是血肉之躯吗 是毕竟还是血肉之躯 所以最后还破诊 哈哈哈哈 但是他就是能够抵抗那个高压 他就用很乐观的心经 是真的他他在他还写说 呃 狱中的伙食哈 如果你要你要请狱卒去帮你买啊 等于是外送啊 啊外送 他说一餐要弃脚他吃不下 哦太贵了 哇当时就有UberEats的概念 哈哈哈 哈哈哈就后来吃的很 所以所以他他常常闷 闷见在江山楼吃大餐 哈哈哈哈 结果他要关出来就还是变胖了 对啊他还变胖4公斤 这个就是他能够抗高压 很厉害 他说他吃不饱哦 嗯 酒头也要把它補下去哦 用補 你说酒头把它補下去哦 補充这个酒会劲 补充水位置 哈哈哈 哎呦如果说那个花臭的米粒哦 也不可以把它補出来啊 不能把花臭的米粒吐掉 因为你一吐掉水口喷出啊 好的米粒饭也会被喷出来了 嗯 你吃就吃到那个草草哦 搞不好 这个当然当然这可能没什么卫生啦 哈哈哈 可能会有败坏的腐坏的这个这个 骨 骨粒在里头嘛 他说 还是要吃 对 这个稻骨的人 或者米粒啊 可能已经发霉了 那你咬到这个臭味 他说也不能把它吐掉 吐掉你就会把你好的换粒也吐掉了 你已经吃不饱了 啊 因为他们他们他们在受刑的时候有两种 一种叫劳动型 嗯 一种叫禁锢型 嗯 禁锢 固就是一个精致旁啊 一个固定的固嘛 禁锢型就是肩筋 嗯 那劳动型的话要去农场 嗯 那个台北捡印的农场就在现在的 永康街啦 粒水街那一带就是他的农场 那这些有去劳动的人 他们分配到的食量比较多 嗯 啊有工作的 啊这个白面书生禁锢型的 他们分配到的就比较少 啊里面只有只有看书而已 所以 精神粮食 对他讲 讲就是精神粮食 别人三四公斤 大股 所以你看到他最英挺啊 气色最好的时候 就是出于那一张 对我看那个照片真的有胖 因为大部分都很瘦啊 对啊 就脸比较圆 那那个就 就看起来就是他最英挺 就那个 反而是关出来 嗯 真的 所以能够抗高压了 嗯 抗压性比较好 而且他蛮乐观啊 你看他在里面写的那些文章啊 嗯 很多都是很诡谐的 幽默 幽默 非常幽默 他我觉得他是用很乐观的方式 不然其实日子应该是过的蛮苦的 哈哈哈 对 对不对 对其实没有像他写的那么自由 对啊因为你在一个 在这个政治上面的高压 其实是心理上面的禁锢并 并不好 对 他是写心理上的字 对啊 他们会常常找乐子啊 嗯 比比方说 他那时候跟我们现在还没有人权 嗯 放风的时候要戴面罩 啊 你说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放风要戴面罩 他不让你知道你们旁边是谁 真的哦 对但是他们看那个 挺态 大概也知道 动作都知道是谁 所以他们会互相比赛 啊 静走看谁走的快啊 哈哈哈 就自己要找乐子 哈哈哈 在你的玉庄里头有写啊 戴面罩 我让我很讶异啊 然后还戴面罩 还戴面罩 真的 对戴面罩 没办法想象哎 真的 戴面罩 还比赛静走 更早期的话要戴笼子 哦 更早期 余青方 余青方 1915年的时候 嗯 交发联事件 把他 游街啊 没有 啊他们还戴笼子 戴竹笼 哦 还戴着竹笼 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啊 机会上 对对对 啊 真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 聊到这里 对谢谢 谢谢蒋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哈哈哈 谢谢我们 可以敲碗啊 有机会再找蒋老师来讲 讲故事 真的 听蒋老师讲故事很有趣 很有趣 我觉得蒋老师应该还是很有很多故事的 对 他的故事非常多啦 公北文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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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这个节目 啊 谢谢 谢谢 谢谢